我爷爷穿越到异世界 造起了反应 而我则可以通过镜子 把各种物资传送给爷爷 同时爷爷也传授给了我透视 一念一物 隐身 睡衣等异能 渐渐地我发现 自己在都市内已经无敌了 乖孙 不认识爷爷了 怎么这怂样 我是你爷爷不是鬼 爷爷 九年前你爷爷我穿越了 修炼有成做到了大将军 皇帝昏庸残暴 前段时间我反了 你真是我爷爷 你这不废话吗 赶紧把你爸叫过来 我找他有事情 爸妈他们五年前出车祸走了 哎 当年算命的说他不好养活 我和你奶奶辛苦把他拉扯大 没想到他还是走在了我前面 乖孙 爷爷现在急需要你的帮助 我能帮啥吗 皇帝昏庸残暴还想杀我 爷爷造反有些突然 目前缺粮缺武器 马上就要过冬了 还缺过冬的衣服 手底下十万将士 向他们卖命 起码得让他们吃饱穿暖 十万将士 这么多呀 也不知道是不是吹牛 爷爷 你在一世界 我也帮不上你的忙啊 再说了我银行卡里那点钱 也买不了多少东西 你爷爷我刚得到了一件强大宝物 名为空明镜 通过它能联系到你 你也能通过镜子 把你那一边的东西传过来 哦 还能这样 乖孙 你祝爷爷造反 爷爷也会有好处给你的 现在就先给你改善改善体质 乖孙 睡衣叫你的体质就增强不少 爷爷目前最需要的是粮食 你想想办法 明天再联系你 爷爷居然还活着 而且在意识造反了 好痛 不是在做梦 可我银行卡里面就十万块钱 买差一点的米 也就买五万斤 爷爷手下可是有十万人 就算熬粥都吃不了几顿 算了不想了 明天再看吧 哦 没想到我的体质果真增强了 嗯 对了 昨天约了人今天过来看房 如果能把房间租出去 多少能赚点 你好 我是来看房子的 哦 这不是笑话苏又威吗 苏学妹你好 我教方实料 咱们是校友 如果是你租房的话 怕是不妥 你还是在找找别的房子吧 苏又威追求者众多 我小胳膊小腿的 可不想招惹这麻烦 哎 方十六 苏又威突然想起 高一时他被两个小流氓欺负 当时还是我保护了他 方学长 那我先到别的地方看看 如果没有找到 希望方学长能把房间租给我 行吧 没问题 苏又威离开后 我先到郊外租下了一个偏僻的藏房 之后又到批发市场订购了三十吨的低价大米 看着卡上仅剩的两千块钱余额 我皱起了眉头 哎 看来那间房还是得租出去 否则还没发达我就得饿死 方学长你在家吗 能不能先开一下门 苏学妹 你这是 刚刚见了一个房东 对方不相好人还跟踪我一会儿 小妞 背后所有人的坏花可不好 方 方学长 就是他 这不是五十万熊吗 前几天刚好在班级群里看到过这人的照片 名叫刘坤 一级通缉犯 悬赏金额五十万 小崽子你把门打开 你们两个都进去 不然北乖老子不客气 大哥 别激动 咱们有话好好说 被摸鸡 赶紧的 就是现在 幸亏昨晚爷爷给我改善了体制 否则今天自己恐怕要完 喂 梁队长 是我 方石六 小方啊 你父母的案子目前还没有新的进展 但你放心我会尽力的 梁队长 我知道你会尽力 这次联系你不是这个事情 我搞定了刘坤 五十万悬赏不会少吧 学们 你看到了刘坤 你千万别接触他 他手上有好几条人命 你再拿我马上带人过来 在我家 地址你知道的 梁队长 人在那里 五十万可不能少啊 这小子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呢 从警局做完笔录出来 已经到了傍晚 我急忙朝仓库赶寻 乖孙 你就准备了这点 爷爷 我卡上就十万块钱 租仓库就花了八千 买米又花了九万 话说爷爷你手下真有十万将士 这两天收编了一支队伍 又增加了两万人 现在已经有十二万人了 乖孙 你卡上怎么就十万块钱 你爸妈的赔偿金难道 就花的只剩这么点了 爷爷 当年肇事司机跑掉了 事发路段又没有监控 现在还没有找到那个混蛋 岂有此理 石榴 你作为儿子 一定得把那个混账找出来 对了 爷爷 这些米怎么给你 你能不能传点宝石啥的过来 我卖了好给你买东西 你把镜子接触物品就能传过来 食物暂时还没有能力给你 你那边传过来容易 这边传给你很难 我搬起镜子 刚一接触 这一大堆就迅速消失不见 乖孙 粮食这方面你还是得多想想办法 知道了 爷爷 食物没办法传送 那一能你总得传授点给我吧 臭小子 我是你爷爷 有好处难道还能不给你 空明宝镜有限制 不然全都传授给你 嘿嘿 爷爷 每次能给点就好 那爷爷就把透视能力传给你吧 但你记住 你现在实力不足 乱用会透视生命 每天最多只能用三次 爷爷说这个透视能力 每天能用三次 要不试一下 爷爷果然给力 有了透视能力 该怎么赚钱呢 呱呱了 不行 这个能力每天只有三次 并且只要一眨眼就会消耗一次 被我直接否决 去澳门 也不行 赢得少没啥用 赢多了庄家搞点鬼 透视了也没用 最终我想到了都市小说中常用的一种方式 赌食 没多久我就到了赌食街 选择了一家比较大的店铺走了进去 店内的货架上摆着大大小小的许多石头 价格从几百到几万不等 我暗暗皱眉感觉这些石头开出好东西的几率不高 你好 你们这就只有这些吗 先生 我们二楼三楼都有的 不过二楼需要验资二十万 三楼需要验资一百万 我瞬间扎心了 我卡里连两千块都没有 可就在这时 短信铃声突然响起 我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五十万奖金到账了 真是瞌睡来了就有人松枕头 我要进二楼 二楼的原石数量比一楼要少 但品项看上去要好得多 我屏住呼吸开启透视 看向第一块售价四十五万的原石 靠 就表面一层率 四十几万买这个 内裤都得亏掉 我又迅速看向第二块 这块还好一点 但也就是亏的没那么多 我赶紧移步到了第三块面前 我心头一洗 这块原石里面 竟然有拳头大小的一块翡翠 这块还能少吗 服务员小姐摇了摇头 先生 我们店都是明码标价的 不能再少了 二十五万 你问一下你老板 如果行的话我就要了 小兄弟 二十五万卖给你了 店铺老板得到消息 很快就赶了过来 好 老板 顺带麻烦帮我解释 好 没问题 解释机的声音响起 瞬间吸引了许多人的围观 恭喜老板大掌 高冰种 差一点点就能到玻璃种 可惜了 银很好了 五十万我要了 周围收获的珠宝商 纷纷开始出价 但我却不为所动 麻烦机器解 全部解出来吧 机器声音再次响起 解释师傅小心翼翼地 把整个翡翠都解了出来 大掌啊 看这色头 这种水 达低两百万了 小兄弟 两百二十万我要了 帅哥 两百八十万 我们周是珠宝要了 听到沈经理的报价 其余人纷纷哑火 以周是珠宝的能量 这价格买下来也只能小赚 他们买下来说不定得亏 成交 揣着刚刚挣到的两百八十万 我乐滋滋地回了家 徐老板 我方十六 前两天那种谜 我还要三百吨 不知道你能给什么样的价格 方总 一回升二回熟 既然是老顾客了 肯定得给一点优惠 每斤优惠两毛钱 你看如何 可以 爷爷 你这怎么回事 刚刚干了一仗 一点皮外伤不碍事 爷爷 要不要我想办法 给你搞点机枪啥的 没用 我已经试过了 火药在这个世界无法使用 冷兵器如果方便的话你搞点 好 没过多久三百吨粮食就全部传给了爷爷 怀孙 爷爷也给你点好东西 怀孙 爷爷这次给你的是控物异能 你能通过精神念力控制物品移动 平常多锻炼 精神念力可以增强 空物异能吗 挺不错呀 起 看来我的精神念力还是太弱 起 小点的物体还是容易控制的 看来可以准备点银针在身上 当作暗器防身 第二天 我来到了瑞丽玉石市场 打算看看原石 没想到竟遇到了原石店的董老板 方老弟 没想到在这边见到你 董老板来进货 托老弟你的福 店里的存货不多了 过来进点 董老板 我对这边不是很了解 不知道能否跟着你一起转转 掌掌见识 当然没有问题 董老板你来得刚好 我这刚到了批新货 方老弟 这一位可是这边的大老板 和唐老板相比我那只是小打小闹 唐老板你好 小方你好 唐老板我跟着董老板过来掌掌见识 如果有好的原石 我也会买几块切着弯弯 没问题哈哈 董老板小方你们随便挑 绝对会给你们公道的价格 老板那个年轻人不简单 怎么不简单 直觉告诉我 不动枪我可能打不过他 有点意思 帮老弟 这几块都不错 但价格不低 赌赢了还好 如果赌输了 亏的就有点多 我点了点头 直接开启了透视 一块 垃圾 第二块 小亏 第三块 还是很一般 这块涨三四倍应该没有问题 小荒 怎么样有看重的没有 你第一次过来 可以给你打个把折 甭老板这样的老客户 都只能久着 那就多谢唐老板了 这块我要了 方便的话 唐老板你直接帮我切了吧 行 我给方哨你安排 最好的切实师傅 方哨 恭喜恭喜啊 大长 原石已经解了出来 初步估价三千两百万 多点时间买到三千五百万 也有可能 唐在天说话的同时 也在观察我 看我如此淡定 他不由暗暗吃惊 看来这年轻人 肯定来自大家族无疑了 唐老板 不知是否有兴趣受 说的话 这块翡翠三千万给你了 方哨你这块翡翠初步估价 就达到了三千二百万 我不能占你这么大的便宜 这样吧 我三千四百万受 听到这 一旁的董辉挣了挣 唐在天如此精灵的人 竟然会不占便宜 看来这个方老弟 怕是不简单 那就多谢唐老板了 那你就赚两千万给我吧 另外一千四百万 想拜托唐老板买点东西 方哨 不知道你要买什么 我想钉一匹糖刀 用比较好的刚才 数量一万饼 找免过那边的工厂定制 不知道唐老板可有路子 这方面的路子我倒是有 只是东西运进来 怕是有点难 不需要运进来 唐老板 你倒是安排我过去一趟 我用别的渠道 把东西运走 这没问题 只要不带进来 都好说 那就有老唐老板了 咱们到时候联系 老板 要不要查一下他 不要去查 他背后的家族 可不是我们能招惹的 如果被发现 麻烦不孝 是老板 出来这么久了 也得回学校看看了 老人家你怎么样 是卡到喉咙了吗 我是医生 我来帮你 换做以前这样的事 我未必敢管 但如今卡里还有两千万 做点好事也问题不大 我来吧 你力气可能小了点 我开启透视 看向老人脖子 发现是喉咙里 卡了一个裹盒 我屏住呼吸 使出控物异能 瞬间发力 我和直接被拉扯了出来 小伙子 小姑娘 真是谢谢你们了 你们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们 老人家 我教方十六 是一名大三学生 谢就不必了 举手之狼 我叫李雅 是一名法医 刚刚多亏了这位帅哥 否则这卡着的裹盒 未必能出来 李雅你是法医 认识梁武梁队长不 刑侦队的梁队长吗 我正好调过去 以后和梁队长就是同事了 听说他办案挺厉害的 对了 你怎么会认识梁队长呢 我爸妈车祸的案子 是梁队长在查 去了不少回就认识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以后如果你父母的案子 有进展 我就通知你 梁队是大忙人 他可能没那么及时 好 那就多谢小姐姐了 我们又寒暄了几句 便各自离开了 而此时老者 却是掏出手机 拨打了出去 小陈 你下面有一个叫梁武的 魏老 是有一个叫梁武的 你有什么指示 我有一个小友 叫方十六 他父母的案子 是梁武负责的 五年了还没有破 让梁武在这上面 多时使劲 是 我一定亲自够问 我刚回到家 发现苏又威正 等在门口 苏学妹 还没找到房子吗 方学长 我实在是找不到 合适的房子了 要不我就先租你的吧 行吧 那你就先住下来吧 谢谢学长 孙子们 你们爷爷回来了哦 三哥你还舍得回来啊 老三 以为你要彻底 抛弃我们了 老三你厉害啊 竟然和苏又威 传绯闻了 都被人偷拍 发到了网上了 老三难道你真的 和苏又威 有一腿 如果是这样 我们三哥六手六脚 支持你 怎么可能 女人只会影响我 拔剑的速度 七 兄弟们 我最近赚了点钱 今天中午找个地方搓一顿 在学校待了五天 我又请了假 再次赶往了瑞丽 得挣够堂刀的货款 随着我的练习 透视能力也有所增长 一天已经可以使用四次 谁如果买下这四块原石 绝对会亏到老老家 则则则 我说怎么看着 有点眼熟 原来真是你啊 方十六 你一个穹笔 跑到这里也来看什么 我抬头望了过去 竟然是杨蓉 学校出了名的顽固 也是苏又威的追求者 听到我和苏又威的绯闻 前几天还带人赌过我 杨大少你能来 我不能来 你来是可以 但这样级别的原石 也是你能看的 就算把你卖了 也买不起 十分之一块这样的原石 你钱多呢你来买 说完我没再搭理他 看起了其余的原石 荣少 这几块原石表现都还不错 就是这个价格 赌性有点大 我感觉和他们也缘 我有一种强烈的知觉 他们今天能让我大赚特赚 救他们了 这趟帮家里采购原石 杨蓉能动用的资金是五千万 四块石头加起来 总价格刚好四千八百多万 这就买下来了 纯纯的大原种啊 我不算这四块原石里面的翡翠 顶多能卖到一千五百万 至少也要亏三千万 方十六 看到了吧 这就是实力 别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 苏又威 你想都别想 感谢杨大少你看得起 苏又威那么多追求者 你居然盯上我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你还不值得本少重视 我懒得多搭理杨蓉 又接着看了几块原石 还是一无所获 就在我准备换一家店的时候 突然看到墙角摆着个不起眼的石头 个头不大 皮克表现极差 透视 石壳下竟然大部分都是翡翠 而且品质极高 这么大个头 玻璃中翡翠 价格不会低于五千万 最终我只花了三千 就从老板手中买下了这块石头 我拿着石头来到了唐在天的店铺 方少 你这个是 唐老板 感谢你的帮忙 这个五千万卖给你了 要不要 五千万卖给我 唐在天目光一鸣 五千万对他来说也不是一笔小钱 但只是略微考虑了一下 就笑呵呵答应 那我就占方少你这一个便宜 唐在天很痛快地转给了我两千九百万 还有两千一百万是唐刀的货款 方少你这块原石买下来价格不高吧 三千买的 唐老板 这块石头你安排人去切了吧 别当重切 唐在天点点头 是一旁边的人把石头带了下去 就在这时 一旁的保镖突然梦风一声 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杨军你快坐下 坐下舒服一点 唐老板 这是什么情况 杨军以前参加过战斗 一个蛋片卡在了体内手术取不出来 每个月都得痛那么几回 老板我没事 蛋片卡在哪里 心脏与脊椎中间 这个位置手术很麻烦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造成心脏或脊椎受损 杨军你若信我的话 我帮你取出来 听到我的话 两人都是有些发愣 但杨军还是开口道 方少我信你 我起身将手按在杨军后背 使出空物一能 出来 蛋片瞬间就被扯了出来 就这么个小玩意儿 两人瞬间呆住 不可思议的看着我手中的蛋片 好半天才缓过神来 方少真乃神人也 多谢方少 杨军到十几家医院看过 都没办法 没想到在方少 你这里轻轻松松就解决 我这手段和医院有些不同 唐老板你们得保密 否则我们都会有些麻烦 杨军你去处理一下伤口 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你身体情况如果允许 就陪着方少去免过 是老板 老板 原始解出来了 这 方少 我这便宜占大了 这块翡翠达到了玻璃中 初步估算它的价值应该不会低于六千八百万 又和唐在天又闲聊了一会后 我就自己一个人出来转悠了 张 张 哥们 啥情况这么热闹 嘿嘿 一个大员者 四千多万买了四块高价原始 前面三块加起来开除不到一千万的翡翠 最后这块估计也没戏 听到这 我心中一动 赶紧上前一看 果不其然 最后这块 就是价值最高的那块 现在被切割成了四块 而翡翠就藏在其中最小的一块 怎么会这样 我看在是一个学校的同学情分上 好心提醒 杨少 再切几道 说不定还有希望 切尼玛 老子一万块钱一块卖给你 你切不切 狗咬与冬斌不是好人心 我呸 你又好心 你好心你就把它们买下来 行 我买了 你可别后悔 我当即给杨绒转过去了四万块 对着解释师傅说道 麻烦先把这块小的切开 没多久 石头就被切开 出绿了 丁肿杨绿 个头还不小 大整 大整啊 好家后 一套房出来了 卧槽 杨绒望着切开的原石想死的心都有了 本想着看我笑话 没想到竟是这个结果 还没有切的三块原石 我要买回来 一百万 行 杨少痛快 接上集 第二天 杨军就开车把我送到了缅国的仓库 东西都已经送到了仓库里面了 待会儿你可以验验货 进到仓库 我就看到里面摆着上百个木箱 每个箱子里都装满了糖刀 东西不错 杨军 给你放一天假 好好休息一下 我安排人把东西运走 吃开杨军后 晚上爷爷出现了 拐孙 这一次有什么好东西 爷爷你看上去心情很不错 是不是已经打下了银月城 当然 小小银月城都拿不下来 爷爷还怎么混 爷爷 这次给你准备的不是粮食 是一万饼糖刀 这些刀非常不错 比我们这边普通士兵的刀剑好多了 就是一万饼的数量略少 我到时再下点订单 爷爷 你那边粮食还有其余的东西缺不缺 我们攻下了银月城 收获了一批粮草 暂时粮食还好 但如今城里缺盐 你到时候多买点盐 还有过冬的衣物 先给你点好处吧 这次不给你新的能力 爷爷进一步提升下你的精神念力 全力释放出精神念力 顿时周围三四米的一切都在我的感应中 提升这么多 我从口袋掏出来一枚硬币 去 第二天一早 杨军就来接我回去 方少 似乎有人跟踪我们 我向后看去 果然有人跟踪 你是头一回来缅国 对方大概率是冲我来的 要不方少你先找个地方下车 我解决了他们再接你 你是唐老板的保镖 他们不针对唐老板 怎么针对你一个保镖 以前我当兵时得罪过一个叫桑薇的大佬 在老板身边时 对方忌惮不敢乱来 这回老板没有过来 对方可能觉得是嘎我的好机会 方少你快趴下 你安心开车 他们交给我 就在此时 一枚子弹迅速向我飞来 但子弹刚进入我的精神领域 就立即变得缓慢起来 我伸手直接抓住 去 紧接着 我又掏出三枚硬币扔了出去 三辆摩托车瞬间放开 方少 我给老板打个电话 老板我们没事 方少干掉了其中一个 另外几个生死未知 杨军你保护好方少 千万不能让方少出事 我亲自过去接应你们 方少真的对不住 我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没什么 你尽量别让这事以后 影响到我就好 对了那批糖刀不错 我再订购两万把 没问题方少 这两万柄糖刀你不需要出钱 桑薇干出这样的事来 没有大忌 千万他别想和解 这笔钱我会从他那里搞过来 什么 杨军你刚刚说方少抓到了一颗子弹 然后把那一颗子弹丢出去 嘎了对方一个车手 没想到这个方十六竟能徒手接子弹 这样的实力就算在五道家族中 恐怕也是凤毛铃脚了 和他的关系一定得搞好 回到瑞丽 我又来到了原石市场 我惊喜地发现随着精神念力提升 现在每天可以透视大概十次 两天后我就挣到了两个小目标 回到了云海市 我就开启了疯狂的买买买模式 两天时间下来 我买了1500吨大米 1000吨蔬菜肉食 500吨食盐 还有10万套冬衣 最后还买了几十架无人机 太阳能充电板 高倍率望远近 城池周围会压制修为 爷爷无法飞起来查看城内的情况 如果无人机能用 那就帮上大忙了 渐渐的时间到了深夜 我正在仓库里等着爷爷的联系 而我不知道的是 此时仓库附近 有两个人正小心翼翼地靠近 六哥 你确定这仓库里面能有好东西 当然 我今天看到有不少车子 往这仓库里运了东西 而且仓库里面应该只有一个人 等他走了 我们就进去 乖孙 爷爷你受伤了 没有 都是敌人的 不过这一次幸亏有你传过来的那一万顶糖刀 娘嬉皮的 老子低估了那些混蛋 他们三千精锐藏在了城中地底 藏好几天才从地底突然杀出来 爷爷你以后可得小心点 千万不能低估任何敌人 对了爷爷 这次我给你准备了两千多吨的食物 五百吨食盐 还有十万套衣服 乖孙你后面传送过来的是些什么东西 爷爷是无人机 还有一些太阳能充电板和望远镜 无人机未必能用 爷爷你可以先试试 强械不能用 可能是火药不能用 无人机并没有用到火药 上次提升你的精神念力之后 最好隔一段时间再提升 这次再给你一个新的能力吧 这次爷爷给你隐身异能 怀孙下次找你十天后 真的可以隐身了吗 衣服既然能隐身 那是不是说跟我接触的东西也能隐身 我试着接触镜子 果然镜子也渐渐消失了 但很快又出现了 我懂了 物品的体积和质量越大 我的异能消耗就越大 不过有了这个能力 关键时刻能救命 不错不错 给爷爷传完物资后 我就离开仓库回家去了 六哥 仓库里的认诅了 行动 两人小心翼翼的到了仓库大门 三分钟不到就打开了锁 迅速到了仓库里面 怎么回事 东西呢 六哥 早点是不是捡贵了 在学校待了一个星期后 又到了给爷爷送物资的时候 我再次前往了敏国 桑薇的手下刚得到消息 就立即向桑薇汇报 头 咱们要不要行动 和杨军一起的那个小崽子 就是个普通学生 他祖宗十八代我的查清楚了 绝对没有厉害的背景 上回的事情 我确实是咽不下这口气 但唐在天与金将军交起身 拧着来肯定不行了 头 我和独协去一趟 行动力楼殿 顺便查一下唐在天 为什么重视方十六 这家伙就是真老狐狸 他可不会无缘无故对人好 杨哥 你先去休息 咱们什么时候返回 我电话联系你 好的方少 到了晚上 我正等待着爷爷的联系 忽然 一辆卡车 直接转过大门冲了进门 车上跳下两人 砸出手榴弹 就要朝我扔来 情急之下 我直接使出隐身异能 看到这一幕 两人都愣住了 可下一刻 他们的身体 就被两枚硬币冻穿 爷爷 乖孙 有没有想爷爷 爷爷 我这边出了点小意外 他们两个想过来嘎我 被我反嘎了 可以把他们传过去吗 没问题 死物可以传送 爷爷 这个仓库里面总共有一万吨粮食 沿河谈个五千吨 乖孙 你现在需要哪一方面的能力 攻击 防御 还是像透视 隐身那样特殊类的异能 爷爷 你这些异能 是哪里来的 我当然 不可能掌握那么多的异能 这边的舞者到一定实力 可以拥有天赋能力 这种天赋能力 是可以剥夺的 爷爷打仗 抓到的敌人不少 得到的能力珠也有一些 说到这爷爷 从空间里面 拿出来了一个木盒子 里面有各种 大大小小的能力球 你想要哪一方面的 爷爷可以给你挑个大的 爷爷你有什么推荐吗 顺移怎么样 以你如今的能力 顺移不了多远 但遇到大危险 这能力可以救命 顺移配合上影声 听起来效果不错 爷爷 那就要这个顺移能力吧 僵尸们还需要棉衣 这方面 你再多搞点 另外搞点水泥沙子过来 方便修一些坚固的防御堡垒 半个月之后联系你 我屏住呼吸 集中精力 瞬间我的身影就从地上消失 再出现的时候已经到了车上 成了 第二天一早 我把杨军喊了过来 杨哥你知道桑薇住在什么地方吗 知道 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一个山庄内 但那个山庄安保非常严格 山庄的地下还有各种逃生通道 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他就会离开 方少 你问这个做什么 昨天晚上 桑薇两个手下过来找麻烦 我把他们料理了 桑薇怕是不会罢休 倒不如我先下守围墙 方少 你还是别冒险吧 风险太高了 没事 我先过去看看情况 没把握我不会抢来 到了深夜 我来到了桑薇的山庄外面 守卫还真是森严 只见山庄外围被高大的铁丝网给围住 里面还有持枪巡逻的安保 走你 我指出隐身家瞬移 瞬间就来到了庄园内 通过透视 我找到了桑薇所在的房间 立刻隐身 小心翼翼朝着里面走去 行不行的 都滚出去 两个手下一整天都联系不上 桑薇已经感觉情况不太妙 而此刻 我已经拧着身来到了桑薇旁边 一枚硬币急速飞出 桑薇应声倒下 老板有个消息 要和你说 什么消息 桑薇派了笑面虎他们去嘎方绍 被方绍反嘎了 方绍很生气 就解决了桑薇 什么 另一边我刚到家门口 就听到屋里传来了争吵声 你想干什么 我 我男朋友很快就过来了 你男朋友 以后我就是你男朋友 我快步走了进去 发现除了苏又威 还有一个熟人 赵友才 赵友才是我高中的同学 此人虽然是个草包 但家族在我们县却很有实力 资产几十亿 方石六 你就是苏又威的男朋友 苏又威 我建议你们立即分手 你这么漂亮 跟着这个穷小子 那不是浪费了吗 赵友才你来我家做什么 苏学妹 你离他远点 这家伙身体有那种病 方石六 你家说什么 女朋友你养得起吗 还是乖乖浪给我吧 我正准备把他给扔出去 脑海里却突然冒出了个主意 我嘿嘿一下 咱们外面说话 我不由分说 直接把赵友才给拖了出去 方石六 你给我松开 几年不见你胆子肥了是吧 囊西匹的你能竖着离开雷山县算我输 赵友才听说你们赵家 黑白两包都吃得开 是这里的土皇帝 你知道就好 我们赵家的能量 超乎你的想象 哦 是吗 那我倒要去你们赵家拜访拜访 你确定 我爸的脾气可不好 让你带我去 你就麻肉地带我去 再多一句废话 信不信我一巴掌抽死你 行 你有宠 希望到时候你别哭 爸 这家伙是我同学 他强行比我带他来见你 你千万别对他客气 是吗 有点意思 有才你先出去 我和你这位同学聊聊 年轻人你很狂 但雷山县容不下你这样狂的年轻人 我听说你是雷山县的土皇帝 那是别人的说法 我赵宗祥可是正经的生意人 你找我什么事情 你如果是土皇帝 介不介意让我做太上皇 年轻人你太狂妄了 不把你抽屉里面的手枪拿出来 年轻人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右手边的抽屉 顶部暗格 装有消音器 口径九毫米 里面有八颗子弹 我觉得你可能有心脏病 情况还很严重 说着 我的精神念力侵入了赵宗祥体内 然后化为一只无形的大手 抓住了赵宗祥的心脏 你 你在搞什么鬼 立刻停下来 否则我毙了你 说完赵宗祥就掏出了一把黑洞洞的家伙 对准了我 但我却丝毫不为否 你找死 赵宗祥没有犹豫 直接扣动了扳机 但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三颗子弹在距离我几里的位置定住了 接着就掉在了地上 继续啊 但此时赵宗祥眼中早已充满了惊恐 手也在不停地颤抖着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我赵宗祥认栽 你想怎么样 赵总 你别露出一脸无辜的样子 我可是个讲理的人 今天你儿子跑到我家 调戏我女友 你说 这是是不是该有个交代 直进说 你想要多少钱 听着赵宗祥略带不服的语气 我没有回话 而是指了指地上的蛋头 赵总 这种东西怎么能随便乱扔呢 被人看到就不好了 在赵宗祥惊害的目光中 三枚蛋头瞬间漂浮了起来 接着我随手一挥 三枚蛋头就急速地擦着赵宗祥的头皮 飞了过去 我服了 真的服了 你有什么要求 我一定照做 这才对嘛 我要你替我建一个大仓库 我要储备一些物资 赵宗祥愣了愣 啊 就这 爸 方石六太嚣张了 我找人教训教训他怎么样 此时赵友才还盘算着 将我搞定 然后拿下苏又威 可下一秒 你以后对这个同学尊敬点 让我知道你对他有任何的不敬 我会把你的腿打断 爸 为什么 他不就是一个穷小子吗 我用得早对他毕恭毕敬 你老子我都得叫他一声方哨 他若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你是觉得你老子我疯了 爸 他 他有很大来头 他若要灭我们赵家 我们赵家可能撑不过三天 对了 他是你的高中同学 那你就好好利用这一层关系 尽力巴结他 他如果有什么要求 你尽量满足 我这里会全力支持你 爸 我刚刚惹到他女朋友了 还说了一些过分的话 我现在该怎么办 那你还在这里 立刻滚过去道歉 如果不能得到他的谅解 你就别回来了 好 好 我这就去 方哥 刚刚是我不对 你要打要骂我兜兽着 你是赵友才 差点没认出来 被你爸揍了 嫂子刚刚调戏 你是我的错 你也打我出出气吧 哼 谁 谁是你嫂子 你不要乱说话 嫂子 是你自己说有男朋友了的 难道方哥不是你男友 我 我当时只是不想 你缠着才那样说的 行啊 你赶紧滚蛋 哎 方哥你还有没有别的吩咐 如果有你尽管吩咐 我赵友才以后就是你的小弟 你让我干啥我干啥 行了 用得着你的时候 我会找你 方少 缅国那边有点情况 缅国警方到仓库调查 发现仓库里什么也没有 有查出并没有车运走里面的东西 唐老板 这有什么问题吗 方少 没有运输记录 大量的东西却消失不见 他们觉得里面的东西有问题 可能会追查到你头上来 唐老板 你能否让金将军出面解决一下 方少 这个可能不是很方便 负责的警司和金将军并不是很对付 金将军未必愿意趟这一趟浑水 这样吧 唐老板 你能否把金将军约到瑞丽 我过去当面和他谈谈 行 没问题 唐老板 你说这个方十六功夫高强 是我不敢认同 你们华国的功夫大师我也见过几个 都是些花拳绣腿 表演表演还行 但实战方面根本不值一提 唐在天暗昼眉 哪怕交情深 金将军这话他也急不赞同 金将军 你这可说错了 方少是真功夫 这一点我绝对没有骗你 金将军摇了摇头 他指了指一旁的保镖 他叫太塔 东南亚三界自由搏击冠军 他这样的才是高手 唐老板 你是我的朋友 你可不能被个小猫孩给骗了 我刚下车 唐在天就赢了上来 方少 金将军刚刚到了 他对你的实力表示怀疑 认为我们华国武术只是花拳绣腿 哦 是吗 金将军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方十六 方少 方少 金将军是缅国那边的将军 手下有两万人 金将军 你好 我礼貌地伸出手 但金将军却没有理会 而是看向旁边一人 咱们来我一握 唐在天有些不愿 认为金将军太不给面子 我却不以为意 行 咱们握一握 手刚握在一起 对方立刻用劲 想要让我吃点苦头 哈哈 我冷冷一笑 我的体质可是经过强化的 铁块都能捏扁 何况是一只手 铁手 悠着一点 别伤着咱们的功夫高手了 放心吧 老板 小鬼 就让我来教教 铁手话还没说完 就感觉手掌传来一阵剧痛 仿佛被液压前夹住一般 我认输 我认输 这就认输了 我还没实力呢 说着 我又稍微加了一点力 接着就听到铁手一声惨叫 直接痛晕过去 真没劲 这么大个块头 怎么手劲就这么点呢 几人愣了好一会儿 才缓过神来 老板 让我来和他较量较量 嗯 没必要那么麻烦 你不是带了匕首吗 我就站在这不动 你能刺破我一点皮 算我输 你说真的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泰塔拔出匕首 后退一步 瞬间全力爆发 手中的匕首 狠狠扎向我的肩膀 我迅速释放出精神念力 化成了一个保护罩 咱们还要切磋一下吗 不了不了 我服了 如果你还不服 那也可以用枪试试 一旁的金将军听到这话 眼中金芒闪烁 直接掏出真家伙 就是两枪 方上 请原谅我刚才的无礼 划过不愧是传承了 几千年的文明古国 如此武艺简直就是神迹 金将军 那现在咱们可以坐下来聊聊吗 可以可以 金将军 方少让我约你过来 是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 接着 唐在天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金将军 能帮忙吗 没有 绝对没有问题 送走金将军后 我利用透视能力 帮着唐在天 看了十几块原始 一块暴涨 两块大跌 其余的小掌小跌 唐在天眼中露出惊喜之色 方少 拿一块暴涨 这块里面的翡翠价值很高 我估计里面的翡翠价值有五六亿 唐在天深吸了一口气 这样算下来 这一批原始 他能净正五个亿 方少 这次的不问费 我给你两亿吧 不用 咱们定个规矩的 就一千万一块 你给我一两千万就好 唐在天也没再多说 直接给我转了账 而另一边 金将军三人正坐在赶往缅国的车内 铁手 太大 对方少你们怎么看 将军 方少咱们万万不能得罪 他那样的人搞我如杀鸡 而且他背后肯定还有可怕的势力 大 方少只有二十来岁 就有如此修为 未来恐怕不可限量 看来认识方少 对我们来说是个天大的机缘 你们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 明白 我刚回到家 手机就响起 是黎雅打过来的 喂 黎雅姐 你可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呢 傻事 梁队出事了 她昨晚下班的时候遇袭 脑袋遭遇重击 医生说很有可能醒不过来 大概率会成为植物人 黎雅姐 你在什么地方 人民医院 好 我马上过来 看着昏迷不醒的梁武 我陷入了沉思 梁队长是头部被攻击 肯定是大脑出了问题 想到这 我立刻动用了POSE 果然 大脑里有一点点淤血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了 我使出控物异能 给我出来 淤血瞬间被我给取了出来 我试着呼唤了一句 梁队长 我是方石榴 你快醒醒 几秒钟过去 梁武的眼睛竟然睁了开来 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梁队长你别动 你刚做完手术 方方石榴 你平常多加小心 你父母的案子有点复杂 复杂 梁队长你的意思是 我父母的案子不是简单的车祸 对 我已经有了点线索 你父母是被害的 但目前还没找到凶手 听到这 我内心无比震惊 但还是安慰了 梁队长你先别说了 先养伤 我会注意安全的 我暗暗攥紧了拳头 爸妈 我一定会救出凶手 给你们报仇 又到了和爷爷约定的日子 我来到赵宗祥替我建造的仓库 方少 按你说的水泥 沙子 钢筋都不少 送过来的衣服也在 很好 赵宗你是大忙人 去忙别的事情吧 今晚我就住这里了 好的方少 时间渐渐到了半夜十二点 爷爷的身影出现在了镜子里面 乖酸 你爷爷 我最近又攻占了一个大城池 哈哈 爷爷 爸妈他们的案子有线索了 确定是被谋害的 负责案子的梁队长 也差点被灭口 什么 找到凶手了吗 还没 爷爷 我们家就是个普通家庭 他们为什么会对我爸妈下手 唉 实话告诉你吧 咱们家以前是五道家族 祖上出过好几个先天级的高手 他们可能是为了我们家族的功法 什么 也就是说对爸妈他们下手的 很有可能是五道家族的人 应该是这样 乖孙你现在先别想着报仇 你现在的实力 对上强大的五道家族 凶多吉少 爷爷 五道境界是如何划分的 由低到高 分别是明界 暗界 化界 后天 先天 宗师 大宗师七个境界 不过乖孙你也别害怕 你保护好自己就行 五道家族的实力虽然强 可只要爷爷能让这边的强者过去 他们就是渣渣 爷爷你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对了爷爷 你这一次 怎么这么快就站下了一个大城池 你之前传过来的无人机帮了大忙 杀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原来如此 爷爷你上回说 需要水泥沙子杀的 我给你准备好了 说着 我搬起镜子 把东西传了过去 乖孙 这次爷爷就把咱家的家传功法 就转针龙绝 第一层传给你 是 乖孙 功法就藏在祖屋内的牌位里面 你去看看还在不在 别用手碰会留下痕迹 三天后找你 爷爷走后 我盘腿坐下 开始修炼起来 直到天明 我才从地上起身 试试昨晚的修炼成果吧 一能加上五道 实力又强了不少 出来 大帅 你又搞到了好东西 这个叫水泥 按照比例制成混凝土 然后加上这些装金使用 抓紧时间 先把东边的城墙修好 是 大帅 在爷爷的指导下 工匠们很快就把城墙给补上了 大帅 这能行吗 必须能行 明天你就知道了 我来到梁武的办公室 想要了解下父母案件的 细节 但被梁武以保密 唯由拒绝 正当我准备离开时 发现梁武桌子上 有一些资料 我直接开始 透视看了一句 从行侦大队出来 我并没有急着 去找余兽人 而是驾车去了乡下 回到祖屋 我怀着忐忑的心 打开了门 进到堂屋 我开启透视 看向祖宗排位 功法果然没了 我眼中顿时闪过一道寒芒 老板 方思六去了一趟行侦大队 然后回了村里 嗯 这样影子 你再去一趟方思六家里 查一下 他是否知道功法的事 好的老板 深夜 一道黑影 小心翼翼地潜入了我家中 他仔细地检查了一番排位 发现排位上面的灰尘 没有任何碰落的痕迹 也没有任何异动 看来方思六根本就不知道 五分钟不到 余兽人就得到了消息 他松了一口气 接着就拨出了一个电话 六爷 方思六回了一趟村子 他并没有动祖宗排位 肯定不知道家传功法的事 就这点事 也需要汇报 六爷是这样的 最近方十六有点奇怪 突然变得有钱了 竟然开了一辆超跑 而且他的银行卡 我让人调查 竟然没有查出来 哦 是吗 他一条咸鱼 难道还真的翻身了 这样吧 弄一场意外送他上路 我不希望出任何岔子 好的 六爷 事情干得漂亮点 等这一次的事情过去 可以给你到达华靖的功法 听到这 余兽人眼中露出了欣喜之色 华靖可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境界 六爷请放心 一定完成任务 小文 你到暗网找一个擅长 制造意外的杀手 送方十六见他父母去 好的 老板 赵总我需要几样东西 你让人帮我购买一下 方少你需要什么尽管说 各种型号的无人机 总共要一万台 质量要可靠点的 发电机需要一百台 电线排查啥的 多多准备一些 汽油一百吨 用油桶装好 方少该不会是末世药来临了吧 你囤这么多物资干嘛 别问这么多 你让人去采购就行 对了 还有大型探照灯来一千个 各种灯泡什么的一万个 打火机十万个 杀金十万卷 暂时先这些吧 明天晚上之前送到仓库 不要怕花钱 费用我明天转定你 明白 方少 方少 你要的东西都在这了 总共花了多少钱 无人机总共花了两千五百万 其余零零碎碎的东西 加起来也就两三百万 我直接给赵宗祥 转了三千万 方少 你看都这个点了 一起吃个饭 你和有才是同学 让他好好向你学习学习 行 那就一起吃个饭 饭刚吃到一半 赵宗祥的电话突然响起 赵总 老爷病情的话 你赶紧回来看看 听到这 赵宗祥脸色微变 他歉意地对我道 方少 让有才陪着你吃吧 家里有点情况 我得先回去处理 行 你有事就先去忙吧 赵有才 你爷爷是什么病 我也以前好好的 两年前不知道 怎么就有了精神病 发起病来 就像一头野兽 我爸给他找了不少医生 可都束手无策 那抓紧吃 等会带我过去看看 爸是我 宗祥啊 爸你清醒一点 这里灵气好足 刚进入院子 我就感受到了一股浓厚的灵气 扑面来 方少让你见笑了 我父亲也只是发病的时候 很可怕 平常还好 我散发出精神念力 进入老爷子的体内 顿时就感觉到 有另外一股 十分妖异暴躁的精神力量 在影响着赵宗祥的父亲 爸 你冷静一下 赵总我来吧 嗯 方少 我父亲这个情况 你能处理 老爷子 是受到了一股神秘力量影响 并不是精神病 我说着上前几步 伸出手扣住了老爷子的脑袋 我的精神念力 化为一张大网 罩住了那股神秘力量 给我破 神秘力量瞬间被撕碎 方少 我父亲这事 老爷子已经没事了 睡觉就好 赵总你这个别墅 卖给我得了 这个别墅 一般人住可能还会有这样的问题 方少 你这话说的 你救了我父亲 而且这个别墅还有问题 还说什么卖不卖 直接送你了 那就多谢赵总了 晚上十二点 我被敲击的声音吵醒 怪孙 怎么看你的模样有点累 哦 今天有个人脑子里 有股一种的精神力量 我帮得清楚了 怪孙 有这样情况的地方 灵气应该足不少 你如果在那样的地方修炼 速度可以快许多 我知道爷爷 那个地方主人家已经送给我了 嗯 你不用天天待在那个别墅里面 爷爷教你一个简单的聚灵阵法 阵法可以把灵气聚集起来 说到这爷爷抬手一点 耀眼的光芒瞬间透过镜子 进入了我体内 爷爷我也给你准备了不少好东西 说着 我搬起镜子 将今天赵总祥帮我买的物资传了过去 乖孙 你买这么多无人机干嘛 爷爷 你可以用无人机带着汽油飞到城里 在敌人军营上方洒下去 效果应该不错 至于探照灯 你在晚上攻城的时候 照着城头你们看得清清楚楚 而城墙上的敌人 却啥也看不清 哦 你脑子里怎么这么多鬼主意 虽然怪了点 但确实非常不错 对了 祖宗牌位里面的功法还在不在 我用偷使检查过了 里面功法不在了 而且牌位又被撬开过的痕迹 怪尊 那你得小心了 越接近真相 幕后凶手就越有可能对你下杀手 爷爷放心 我会小心的 五天后再联系你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接到了苏又威打来的电话 学长 今天周六放假 你有时间回来吃午饭吗 有的话 我就出去买菜哦 有啊 中午一定到 苏大笑话亲自下厨 那必须赏脸 那我出去买菜了 最近我新学了几道菜 中午做给你吃 挂断电话后 我火急火燎地上车 往家里赶去 途中 我发现身后有辆车 正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我 我立即释放出精神念力看去 发现是个外国人 车上有望远镜 窃听器这类东西 最离奇的是 他车上竟然还有张我的照片 现在我可以确定 对方就是冲着我来的 但我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直接开车回了小区 回到家 我用精神念力向外看去 果然对方的车已经停在了楼下 该死 让你哈利斯大爷 饿着肚子跟了你一个早上 三天 不 两天时间内你就会赶 一场完美的意外将终结你的小命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渔兽人手下 从国外请来的意外制造师 收费高达五十万美金 这么多钱 只是赶我一个普通学生 在他看来 简直就是捡钱 你想送我一场完美的意外 那我就先给你来个意外 给我 我的精神念力 瞬间撕裂了哈瑞斯大脑内的一根血管 怎么回事 哈瑞斯突然感觉脑袋疼得厉害 他赶紧发动车子前往最近的医院 十分钟不到 哈瑞斯就强撑着把车开到了医院 可刚下车 他就一头栽倒栽毙 昏迷了过去 没有任何外伤 此因是突发性脑医学 我解决掉鱼兽人过来的杀手后 就和苏又威吃起了饭 期间苏又威仿佛不经意地道 学长我知道了一个秘密 我有个朋友 居然是一名顶级黑客 听到这我顿时眼前一亮 又威 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朋友的联系方式告诉我 苏又威有些疑惑地看向我 我刚好有点事情 需要厉害的黑客帮忙 好 那我待会把他的微信推给你 我不知道的是 苏又威要推的人就是他自己 因为他就是一位非常厉害的黑客 吃过饭后 我就加上了那位黑客 大神 我想查长空集团的董事长鱼兽人 五年前 我父母车祸身亡 警方确定 他们是被谋杀 可能和鱼兽人有关系 需要多少钱你说话 苏又威看到消息这么正 学长的父母居然是被谋害的 他神情严肃地开始行动起来 凭借着高超的电脑水平 很快就侵入了鱼兽人的手机 五分钟过去 苏又威脸上露出了笑容 搞定 苏又威随即向我发送了消息 鱼兽人手下姜文有问题 姜文联系一个叫影子的 跟踪你到了山水村 你得小心一点 这个案子有点意思 我还会跟进 鱼兽人果然有问题 第二天一早 我来到了赵宗祥送我的别墅 部下爷爷传授我的聚灵阵后 开始修炼起来 而与此同时 一届一场大战即将来临 西城军营 几个守夜的士兵 正聚集在火堆旁聊着天 突然感觉头顶有水滴落下 下雨了 士兵抬头看向天上 只见无数的无人机洒下汽油 变成细密的雨珠落向地面 敌袭 敌袭 血火药 敌云火攻 军营里顿时混乱一片 无数的营杖迅速燃烧起来 打开探照灯 瞬间无数刺眼的灯光 全都照向了城墙 上面的守卫 只感觉双眼顿时白茫茫的一片 啥也看不到 进攻 顿时喊杀声四起 半小时不到 圣元城就被顺利拿下 乖孙的法子还真不错 一点点伤亡就拿下了圣元城 简直不可思议 杨绍 你这是 唐老板 我听说你跟方十六的关系不错 方十六和我的关系确实还可以 唐老板 他只是一个普通学生 你和他交好不会有很大好处 唐老板不知道可有意愿和我们杨家合作 杨绍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 请吧 唐老板 方十六不就是看圆石上面眼光准点吗 但圆石这东西笃性很大 他不可能每次看准 还是与我们杨家合作 才能细水长流 唐老板 你再仔细考虑考虑 这是我的名片 简直就是作死 唐老板 有事 方少 没打扰你吧 是这样的 刚刚杨绒过来了 他似乎想找你的麻烦 还利诱我 让我断了和你的联系 方少 要不要我帮着你对付杨家 唐老板 谢了 不过没有必要 一点小矛盾罢了 到时候我找杨绒聊一聊就行了 那行 方少 你忙 挂断电话 我眼中闪过一道寒忙 看来这个杨绒还是贼心不死啊 第二天一早 我就被手机铃声吵醒 又为 怎么了 学长 你的车子被砸了 刚刚物业经理上门告诉我 我这回准备下去看看 又为 你别急 一辆车而已 你先别下楼免得出危险 我这就过来 好家伙 挺狠啊 我用脚趾头想 都知道这个事情是杨绒干的 学长 是不是杨绒搞的鬼 嗯 八九不离十 学长 对不起 杨绒找你麻烦是因为我 现在害得你这么贵的车子被砸了 又为 哪有你这样 往自己身上揽责任的 就算我和他结仇是因为你 他乱来也是他自己的问题 走 我们回去 学长 对不起 怎么又来了 别哭了 再哭就不漂亮了 不漂亮就找不到男朋友了 学长 苏又为突然一头扑进我的怀里 学长 我其实喜欢你很久了 我想做你的女朋友 又为 你认真的吗 报仇不隔夜 中午我就打车来到了杨家别墅附近 发现杨龙父母正坐在院子里说着话 我直接开起隐身走了进去 老公 只是砸了方十六的车还不够解气 放心吧 方十六竟敢挑衅我杨家 跟我儿子作对 我绝不会手软 爸妈 我出去玩一玩 这个时候你不要过去找方十六 明白吗 老爸我明白 你这时候出去干嘛 不许出去 妈 我就随便出去转转 我知道分寸的 可就在这时 车子突然失控 直接把挡在车前的张红英撞飞 惊慌失措的杨永安立即拨打了120 很快三人都被救护车接走 我黑黑一笑 用精神念力检查了整个别墅 很快就有了惊喜的发现 惊喜有二 一是杨永安藏了一份账本 里面详细记载了他一些见不得光的事 二是 我在张红英的卧室里发现了一个U盘 这个U盘被藏得很好 估计里面有好东西 走野 取到U盘和账本 我麻溜地离开 回到家 我赶忙把U盘插上电脑 里面竟然是上百个小视频 玩得这么一忙 只见女主角都是张红英 而男主每一个视频都不同 我递个乖乖 可怜啊 想不到杨永安资产几十亿 头顶却是一片大草原 我立即让唐在天来到了云海市 把账本和U盘交给了他 唐老板 杨蓉和他爹杨永安 找人把我的车给砸了 我决定给杨家点教训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方少放心 这是交给我 你是 杨总我有点好东西要送给你 咱们聊聊 拿着你的东西滚 这保安怎么搞的 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来 呵呵 如果是关系到你老婆和儿子的呢 嗯 你最好没有说谎 最好不要有歹心 我这里可是有监控的 杨总你可以先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是你和你儿子杨蓉的亲子鉴定报告 一派胡言 杨总这里面还有个好东西 说着 杨君又递给了杨永安一个U盘 杨君走后 杨永安快步到了书房 打开电脑插上了U盘 张红英 我要嘎了你 杨永安愤怒无比 老婆竟然给他戴了超过一百顶绿帽 儿子竟然也不是他的 等等 胡的杨永安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他急忙打开保险柜 杨永安大害 保险柜里的账本竟然不翼而飞了 躺在天利用手中的账本 在经过一番威逼利诱后 杨永安成功被我收服 成为了我的手下 杨老弟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以后就一起跟着方手混 前途一片光明 杨总 想必你已经确定 杨蓉不是你亲生儿子了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过节 但我那车子你该赔还是得赔 怎么陪你看着办吧 好的方少 说完我就先离开了 唐老板 方少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 方少不是普通人 方少如果想让你今天赶 你就活不到明天 唐老哥 以后还得你在方少面前 帮我多美言几句 好说好说 杨文 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在暗网找杀手 解决方十六吗 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行动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按理如今应该行动了 两天内他如果还没有嘎 就找更厉害的杀手 多花一点钱也没有关系 好的老板 六爷 杀手不知道什么情况 还没有得手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 嗯 我找人查了方十六的银行卡 他卡上竟然有四个银 别小瞧他 明白六爷 而此刻渔兽人不知道的是 他的通话 已经被人一字不落地录了下来 咦 暗网杀手 苏又威不敢怠慢 立即把得到的消息发给了我 学长银行卡上竟然有四个银 苏又威神情有些呆滞 他万万没想到 我竟然有几个亿 转眼又过去两天 渔兽人再次找来姜文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方十六还活蹦万跳的 老板 要不我再找一位意外制造师 还找个球的制造师 一点用没有 直接找顶尖的杀手 干净利落地干掉他 好的老板 哼 还想找杀手暗杀学长 我不会给你们这样的机会 姜文回到家 打开电脑 准备上岸网联系杀手 可突然屏幕就弹出一个对话框 姜文 你涉嫌买凶达人等多起案件 我们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 但如果你有重大力功表现 或许可以从今处罚 看到这 姜文瞬间吓得脸色发白 你是谁 你可以称呼我为胡警官 胡警官 你们是想我做内应 查出鱼兽人背后的事例 聪明 你们到时可一定要给我算重大力功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 明白明白 又到了给爷爷送物资的时候 将物资给爷爷传过去后 爷爷突然说道 怪孙 爷爷给你想到了一个赚钱的法子 爷爷 你想到啥好的赚钱方法 拍电影了 你传过来的一些电影我看了 大片的特效也就那样 远没有真实的战斗精彩 你去买一批摄像器材传过来 爷爷在这边找人 给你拍出来 不错的主意 可拍好了 怎么传回来呢 爷爷现在功力又近了一步 可以传送一些小的东西给你 比如U盘 我眼睛顿时一亮 那好 我马上就去准备 爷爷你后天再联系我一次 爷爷离开后 我立即给新收的小弟杨永安打去电话 杨总 你给我准备几套拍电影的摄像器材 然后还有拍电影的学习资料 方少 你难道是想自己拍电影 没错 把我摇的东西送到雷山县的仓库 要快 好的方少 杨永安迅速安排了下去 这对她来说不是啥困难事情 老奶奶 你没事吧 苏又威看到一个老妇人快摔倒 连忙上前搀扶 人老了 不中用了 姑娘谢谢你啊 没事 都是邻居 姑娘 你长得可真俊 有男朋友了吗 如果没有 老婆子给你介绍一个 奶奶不用麻烦你了 我有男朋友了 那你男朋友可真有福气 奶奶 我们两个能在一起 我觉得是我有福气 姑娘 你爸妈他们也是住这个小区吗 我是孤儿 没有父母 是院长奶奶 在孤儿院门口发现的我 姑娘不好意思啊 提及你的伤心事了 没事奶奶 我要去上课了 就先走了 看着苏又威离开的背影 老妇人的双眼已经泛出泪光 声音样貌和素素当年都很像 老妇人口中的素素不是别人 正是苏又威的母亲 而这位老妇人就是苏又威的外婆 志恒 我刚刚和小威见面了 看人很好 你想办法让她重回陆家 放心吧 妈 我和老弟已经想到办法 打算先找又威的男友谈谈 方十六同学 你好 我叫陆志远 是新汉集团总裁 我心头有些震惊 新汉集团资产超千亿 陆志远也是富豪榜上的人物 你好 陆先生 请问找我有什么事 我是为了苏又威而来 嗯 我是苏又威的二九 苏又威不是孤儿吗 怎么突然冒出一个舅舅来 陆二爷 你的意思是 我们想让又威认祖归宗 为什么到现在才来 自从二十年前 又威父母被人追杀嘎了后 我们就一直在寻找又威的下落 可知道最近才有了线索 哦 原来如此 那你的意思是 想让我帮忙劝述一下又威 没错 就是这样 你放心 我们不会拆散你俩 就是想让又威认祖归宗而已 那好吧 我试试 不过最终还要看又威的意思 明白明白 两天过去 我再次来到仓库 把各种摄影器材传送给了爷爷 出来 大帅 这些又是什么好东西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现在先把这些学习资料发下去 靠着爷爷强大的法律加持 半天左右 他们就将书里的知识融会贯通 书上 你去写一个剧本出来 其他人抓紧时间搭建场景 培训演员 是 大帅 众人迅速就忙活了起来 并且效率丝毫不比专业团队差 Action 怪孙 电影已经拍好了 我看了一遍觉得很不错 效果很阿塞 爷爷 才几天时间就拍好了 那必须的 人多力量大 爷爷手下最不缺的就是人 怪孙 先把东西传给你 走你 瞬间一个小小的U盘 就从镜子中飞出 怪孙 你先回去看一遍 把需要修改的地方记下来告诉我 两天后联系你 回到家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 看起了电影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 电影结束了 但我却还有些意犹未尽 这样的电影 票房二十亿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上映流程特别麻烦 分账也慢 或许可以直接找人买断 这样最省事 想到这 我想起一个人 苏又威的二舅陆志远 他是新汉集团的总裁 旗下也有电影公司 他完全有这样的实力 小方 你找我什么事情 陆总 你们公司收不收成品电影 你有电影要卖 我们公司确实收成品电影 但对于质量有很高的要求 质量方面我很有信心 说完 我打开电脑 给陆志远播放了电影 看完电影 陆志远也露出了一副 意犹未尽的表情 他心中有强烈的冲动 这部电影一定要拿下 五亿 我要了 陆总 五亿你在开玩笑吗 这什么样的大制作 你应该清楚 给你十亿 你能拍出这样的效果 一口价十五亿 这不可能 票房都不一定有十五亿 前期需要花钱宣传 后期还要和各大院线分成 说不定裤衩都要亏掉 那这样吧 看在你是又为二舅的份上 咱们各退一步 十亿 怎么样 行吧 你赢了 这部电影我要了 成交 赵总 你帮我买些东西 五百吨汽油 两千辆越野摩托车 一百步坐机 还有安装坐机需要的东西 和说明书 这些东西准备这么多 难道要世界末日了不成 挂断电话后 我就见到苏又威 魂不守舍的走了过来 又威 怎么了 学长 我 我可能见到我外婆了 陆老夫人这些天 常常和她偶遇 她渐渐地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真的吗 这些天常和我聊天的 那一个老婆婆 我发现 她身上有一张老照片 里面的人和我非常像 又威 你别想太多 二十来年 你都过来了 顺其自然就好 嗯 夜幕降临 我再次来到了仓库 在我身旁 还有一位中年汉子 他是我父亲生前的好友 帮着我守仓库 成叔 你先捂住自己嘴吧 待会你看到的东西 会颠覆你的常识 成叔是我百分百信任的人 所以我打算让成叔知道 爷爷的存在 并且也让他拥有异能 新果 是你呀 汉叔 你 你 成叔 爷爷穿越到了一届 我见这个仓库 也是用来为爷爷囤物资的 这个秘密 如今只有我们两个知道 你可一定要保守住 十六 这个你放心 连你审子我都不会告诉 爷爷 仓库的有人看守 我需要信得过的人 成叔这方面 完全符合要求 有什么异能适合他 爷爷想了想到 可以给他超级听力 得到超级听力 方圆几百米的声音 他都可以听到 别人很难悄悄潜入 说着一道耀眼的光芒 瞬间钻进了成叔的体内 星果 你好好帮十六做事 我和十六都不会亏待你的 爷爷 我给你准备了不少东西 在成叔震惊的目光中 我抱起镜子 把十来辆摩托车 和上百部电话机等物品 传了过去 乖孙爷爷再给你传个异能 这次爷爷给你的是空间异能 你可以用来储物 传送到 半个月后再找你 我走向了旁边的椅子 手按在上面 椅子瞬间消失不见 看到这一幕 一旁的成叔都惊呆了 而此时几百米外 影子正一边看着望远镜 一边对着电话汇报道 于总 方舍六一晚上都待在仓库里 里面可能有玄机 成叔耳朵微动 十六 西南方向四百米 有人在监视这边 他对一个叫于总的人说 你在仓库里这么久很可疑 我微微点头 如果没有猜错 应该就是于寿人的手下影子 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并没有去找影子 而是直接开车离开 今天是周末 我带苏又威和三个死党 去了赵宗祥送我的别墅碗 可刚到别墅门口 就发现大门竟然开着 院子里还站着几个人 这个别墅是你的 多少钱姑奶奶买下来了 我眼睛微微一眯 察觉到这个女子并不是普通人 而是舞者 居然想买下这个别墅 应该是发现了 这里的灵气 要比其余地方高一些 你们非法闯入 我的房子过分了吧 小子 殷姐能看中你的别墅 那是你的福气 赶紧的报个价 把别墅卖给殷姐 否则你没有好果子吃 看着他们那目中无人的姿态 我有些恼怒 那你们打算多少钱 买这个房子 县城里的房子不值几个钱 我出一千万买这个房子 别不识相 惹怒姑奶奶你会很惨 我被气笑了 哪怕在县城里面 这么大面积的别墅 没有几千万 也根本拿不下来 一千万和明抢没有区别 就凭你们几条臭鱼烂虾 想让我很惨 怕是还不够资格 给我上 王司礼打 姑奶奶今天就让她知道 我的厉害 其中一个青年 狠狠一拳砸向我 我闪电般一脚踹出 这个青年直接倒飞了出去 倒在地上哀嚎着 剩下的一人下了一个哆嗦 急忙后退 让我来 小子 没想到你还有些蛮力 不过在姑奶奶面前嚣张 你还不够资格 我上前直接一个大逼动 快到她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打懵了 一口一个姑奶奶 你以为自己是谁 区区一千万 就想抢卖抢卖 我带你家人 好好地管教管教你 女子勃然大怒 立即就要出手 你 你给我等着 说完就灰溜溜地跑了 顿时几人都呆呆地看着我 学 学长 你刚刚 苏又威作为顶尖黑客 他当然知道 有五道家族的存在 可他万万没想到 我也是舞者 嘿嘿 又威 你老公我可是高手 爸 我被人打了 我想买一个房子 对方不卖 我都说了几句话 他就仗着自己的实力比我强 就打人 简直其有私利 女儿你没事吧 对方什么来头 对方没什么来头 但是我发现 他别墅里的灵气 要比外面高两成 什么 你确定 对啊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想买他的房子 可没想到 对方那么不讲理 达尼一定要去教训教训他 好 我现在就带人过去 小子 就是你打的我女儿 我正准备回答 可一旁的叶飞 却突然开口 你们张家可真牛 闯进别人家里 一千万就想抢买别人价值 几千万的别墅 现在又想来找麻烦 小爷今天倒要看看 你们有多厉害 我们几人都是一愣 不知道今天叶飞 怎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你是谁 你听好了 小爷是叶家人 叶生元是我爷爷 你们张家好大的胆子 敢气到我兄弟头上 张万雄脸色瞬间大变 他们张家只是三流五道家族 而叶家可是一流五道家族 实力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老三 我会和叶说一声 费了他们张家 所有人的修为 后面自然会有人收拾他们 张万雄惊骇无比 叶 叶少 都是误会 我们这就走 大哥 一句误会 就想蒙混过去 你们还是回家买好棺材 等他吧 张万雄扑通一声 跪到了地上 叶少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 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 叶少息怒 想让本少息怒也可以 你给我废了他的修为 张音回过神 惊叫道 不行 不能废我的修为 帮你们起来啊 咱们为什么要怕他 你的实力肯定比他强 张万雄却仿佛没听到一般 嘴里囊囊道 女儿 别怪吧 说的瞬间扣住了张音的手腕 只听张音惨叫一声 修为就彻底被废掉了 叶少我按你说的办了 我们可以离开了吗 我妈 而直到张家一众离开 我们都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 没想到一向低调的老二 竟然会是一流五道家族的少女 而另一边 鱼兽人已经把从影子那里得到的消息 汇报给了六爷 六爷 有一个重要情况和你说一下 方十六的室友叶飞 竟然是叶家的人 张万雄在他面前跟孙子似的 什么 叶家 我给你三天时间 必须扎掉方十六 然后栽赃给张家 否则叶家一旦插手 我们会很麻烦 是 六爷 六爷 我的丹药吃得差不多了 您看什么时候方便再给我两颗 先把事情办好 导师会给你丹药的 诶 鱼兽人背后的势力 要给他丹药吗 苏又威眼睛一亮 这是一个好消息 有可能顺藤摸瓜 找到幕后势力 他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想三天内嘎掉我 然后嫁祸给张家 很好 我是放海 大帅 是我 没想到在银月城这边竟然真的可以和您说话 很好 立刻在几个主要城市之间布置电话线 是 大帅 收到我传送过来的电话后 爷爷立即就命人先安装了两台 没想到真的管用 恭喜大帅 能直接千里传音 军队指挥就要方便许多 传令下去 这个消息必须绝对保密 绝对不能让敌人知道 是 大帅 江文 怎么回事 方十六为什么还活蹦万跳的 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 六爷到时候问起来 我怎么向他交代 老板我已经悬赏了 但杀手知道方十六女友苏又威是陆家人后 就拒绝了任务 什么陆家 其实江文压根就没有找什么杀手 因为他早已被苏又威给策法了 六爷 我们找了顶尖的杀手 但对方查出来苏又威是陆家的人 放弃了行动 这个陆家有什么来头吗 陆家 那就暂时放弃行动 陆家不好惹 但要还是会有人送给你 但是如果你暴露了 你知道该怎么做 六爷 我 我知道 另一边 陆志远带着两人来到我家 十六 你父母的案子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两位是我大哥找来帮你查案的高手 方同学你好 我叫林沁 这位叫李长 我们是安全酒局的工作人员 奉命过来调查你父母的案子 你先把你了解的情况说一下 我有些吃惊 听室友叶飞说过 安全酒局管的可都是大案要案 没想到陆志远能把他们请来 李哥 林姐 我父母的案子麻烦你们了 我知道的情况不多 我只知道很有可能和长空集团总裁于寿人有关系 并且他后面还有更大的势力在操控 于寿人吗 行 我们就先去找他调查 我带着林沁和李长来到长空集团楼下 我开启透视看去 发现鱼兽人正准备吃下六爷赏赐的丹药 扶下这颗丹药再修炼一晚上 或许就能够突破了 吃丹药吗 那就给你加点料 给我断 我使出精神念力 鱼兽人未复的几根神经顿时被斩断 听到鱼兽人发出的惨叫 李长直接冲了进去 没多久就扶着脸色苍白的鱼兽人走了出来 丹药绝对有问题 六爷这是想杀我灭口吗 既然你这么狠心 那就别怪我 拉你们下水 此时鱼兽人突然感觉 胃里又传来了一阵剧痛 他直接痛晕过去 李长赶忙把他送去了医院 刚回到家 我就接到了赵友才打来的电话 方哥 高中同学聚会你参加吗 同学聚会 对 昨天有人在群里提一句一句 时间就是明天 行 我也好久没见过高中同学了 聚会我会参加 聚会的地点在一个农家乐 就在我和老同学们聊得正欢的时候 树林方向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张柔 你怎么了 刚刚我被一只好大的蚊子盯了一下 现在腿有些麻木 没知觉了 张柔你的胆子还是那么小啊 一只蚊子居然把你吓成这样 刚刚那只蚊子真的好大 有拳头那么大 看上去比一般的蚊子可怕多了 我望向了张柔的右腿 发现有指甲大小的地方在变黑 还隐约有一丝丝灵力 顿时我脸色一变 暗道不好 张柔你快坐下 那蚊子可能有毒 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 张柔听后慌乱地坐下 我用手按在伤口上 动用精神念力 把毒血给逼了出来 张柔的腿终于恢复了知觉 众人散去后 我悄悄钻进了小树林里 聚会结束后 我就回家睡觉了 半夜我被一阵敲击声吵醒 看向镜子 果然是爷爷 怪孙 上次你给我传过来的电话 和摩托车都能用 那摩托车可比马好气多了 是吗 那就好 对了爷爷 今天我抓到了一只蚊子 这玩意应该是你那边过来的吧 没错 这是沼泽毒蚊 一种很凡人的东西 怪孙 这沼泽毒蚊 你是不是在雷山线发现的 看来已经有生物 通过灵瘸穿过去了 对了爷爷 有没有什么适合女孩子的异能 怪孙 你是不是找女朋友了 你这孩子 找了女朋友 居然不带给爷爷看看 爷爷就您如今这个情况 我怕吓到对方啊 那你就找个机会 等他睡着了 我给他个不死之身的异能 我眼睛一亮 这异能只听名字 就知道很强大 对了乖孙 上回给你的电影上映了没有 票房怎么样 我又拍了第二部 说到这爷爷 就把一个优盘传给了我 票房非常好 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多亿了 我卖了十个亿 这么多 那你赶紧把第二部也给卖掉 然后再买些电话 摩托车什么的 爷爷两天后再找你 到时候 记得把你女朋友带上 两天后 我以参观为由 把苏又威带到了仓库 又威 有个事情我想和你说 几天前我们高中同学聚会 我抓到了一只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蚊子 以后这个世界可能会发生变化 我想让你也成为舞者 能够保护自己 嗯 可是我并没有习舞的天赋啊 没关系 我有办法 不过得你处在昏迷状态下进行 晚上我让你昏睡过去 第二天早上就好了 哼 你想干坏事 不是你想的那样 只是这个过程会比较痛苦 所以在你昏迷的状态下 安全些 嗯嗯 十六 你说你是很厉害的舞者 那你能不能露一手给我看看 嘿嘿 叫老公 叫老公就给你露一手 老 老公 行 既然你都叫老公了 那就给你露一手 我使出瞬移 眨眼间 身体就到了另一边 给我过来 给我破 看到这场景 苏又威早已被震撼地说不出话 只是睁着两个大眼睛 愣愣地看着我 又威 想成为跟我一样厉害的舞者吗 嗯 苏又威眼中露出期盼之色 谁不想成为爵士高手 女孩子同样也不例外 转眼时间到了深夜 苏又威躺在椅子上 我用精神念力让她睡了过去 到午夜时分 爷爷的身影就出现在了镜子里面 乖孙 爷爷 他叫苏又威 是你未来的孙媳妇 嗯 不错不错 不但模样长得漂亮 气质也很出众 爷爷 我先把物资给你传过去吧 物资传完后 爷爷手中出现了一颗宝珠 这是不死之身能力珠 他让又威在获得不死之身异能的同时 也能让他的精神力量提升不少 爷爷一挥手 能力珠就穿过镜子 进入了苏又威的体内 乖孙 你可以让他多睡一些时间 到明天中午就好了 好 乖孙 下回搞点肉和蔬菜传过来 这边天寒地冻的没有什么蔬菜 肉也少 快过冬节了 得让将士们吃好喝好 爷爷放心 保证给你安排好 下次什么时候联系 距离冬节还有十天 八天后联系你 直到第二天中午 苏又威才醒了过来 又威 感觉怎么样 感觉 好奇怪 他感觉现在的自己充满了精气神 浑身有始不完的力 你的精神力提升了很多 体质也大大加强了 我感觉脑袋好像突然开窍了一般 苏又威的眼中露出兴奋之色 以前黑客技术有些不懂的地方 现在他突然就豁然开朗了 又威 这个事情你得保密 否则可能会有很多麻烦 嗯 我明白 就在此时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发现是叶飞打过来的 二哥 傻事 麻烦 魔都那边最近有大新闻 半个月前发现了一只超级蚂蚁 昨天又在那边郊区 发现了一个灵犬 各大势力如今争得厉害 我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 现在魔都已经发现了 超级生物和灵犬 那如果再发现 雷山县的超级蚊子 恐怕我的那个灵犬别墅 就要暴露了 苏又威自从获得异能后 就一连几天都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 努力提升黑客技术 这天一大早 苏又威突然神秘兮兮的 对我说道 学长 我要告诉你两件事 嗯 什么事 第一件事 其实我是一名黑客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加你的那一位黑客大神 就是我 之前我怕你反感就没告诉你 但我并没有利用黑客技术 赚取过不易之财 我只是对技术感兴趣 傻丫头 你想啥呢 我怎么可能会反感你呢 得知这个消息 我心里还是有些小激动的 毕竟身边如果有一位 黑客大神帮忙 那么很多事 就都容易解决了 学长 还有第二件事 就是我查到了六爷的身份 他是鸡家人 二十几年前 嫁到了柳家 什么 六爷是女的 没错 我查出来六爷确实是女的 她是鸡家家主 鸡凤天的女儿 真名叫鸡春炎 后天级别舞者 擅长口技和伪装 他擅长的这个口技 他正规吗 哼 学长 我和你说正经的呢 鸡家的实力 如今肯定很强 再加上柳家 你千万得小心 嗯 又为你查这些 没有让人察觉到异常吧 我最近黑客技术 又有了一些提升 不会让人发现的 那就好 中午我再次约见了陆志远 以三十亿的价格 把爷爷拍摄的第二部电影 卖给了他 嗯 嗯 咦 您这不是华为媒体60吗 官网都抢断货了 小意思 左下角免费领的 还有这种好事 该不会是砍一刀那种 当然不是 我都验证过了 左下角上线 就能看到领取页面 登陆先领个998 完成任务 就能拿苹果15 Pro Max了 现在趁年底福利升级 还有一万台华为 Mate60配套送 都是1TB的官方正品 但一人限领一份 我还领了一台 苹果15 Pro Max都发货了 那我也赶紧抢一台 别急 链接在就有库存 认准左下角链接 点立即下载 升级快认十倍 再叫你个密集 手冲一元 就能领取648的 满街神装和满集VIP 三天飙升500集 双手机轻松拿 哦 反正不亏 我去试试 之后 我就美滋滋的来到别墅 准备销炼一下 却发现 门口站着一位中年男子 方十六同学 你是 我叫江万臣 是安全酒局的人 你可以叫我老江 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 方十六同学 你这个别墅不错 我们安全酒局打算买下来 给你五个亿如何 难道灵学被发现了 不好意思 我暂时没有卖房的打算 方十六同学 我跟你明说了吧 这个房子里面有灵学 而许多舞者都对灵学忽视眈眈 他们若发现了这里 你能守得住吗 老江 你们安全酒局 帮忙查我父母的案子 这一点我感激你们 但你想买这个房子 目前绝不可能 我这里的情况 还希望你能保密 行吧 你这房子的情况 我肯定会给你保密 这点你可以放心 以后如果你有卖房的想法 记得联系我 卖掉它你才会安全 说完 江万臣很快离去 我却眉头紧皱 没想到别墅的事 这么快就被人发现 另一边 陆志恒正看着一份资料 陷入了沉思 数万吨粮食 肉水 蔬菜 几十万把糖盗 汽油 无人器 发电器 如今 苏又威已经与陆家相认 陆志恒作为军方大佬 并且又是苏又威的大舅 他自然对我也进行了调查 方十六买这么多的东西 到底用来干什么 重度生存狂 也不至于这么疯狂吗 难道他觉得末世会出现 要好这些称霸天下 想到这 陆志恒都觉得自己的猜测很可笑 可一瞬间 他似乎又意识到了什么 等等 如果灵取核超级生物来自于世界 那么地球能联络到那个世界也说得通 难道方十六能与那个世界联系 而且他囤的都是战略物资 他该不会是在支持 一届打仗吧 这个猜测虽然荒谬 但陆志恒觉得还真有这样的可能 转眼又到了给爷爷送物资的时候 我把爷爷上次需要的蔬菜和肉传了过去 顺带还给爷爷传过去了 我让人打造的十万套铠甲 领报大帅 三十万敌军正朝着圣元城进军 其中有五万铁甲龙旗 预计五日后抵达 知道了 再探 是 大帅 或许我们只能先撤退了 如果三十万敌军一到 我们可能会被困死在城中 哼 在老子的字典里 就没有撤退这个词 传令下去 从各地调集十万精锐入城 准备迎敌 大帅不可 敌人有五万铁甲士兵 而我们并没有中甲 根本不是对手 谁说我们没有铠甲的 给我出来 这是使用高猛刚打造的铠甲 防御可比敌人的铁甲强多了 恭喜大帅 得资保甲 我军地能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另一边 陆志恒直接找上我 表示也要购买我的灵学别墅 陆叔 灵学我以后可以无偿给军方 但我有两个条件 你说 第一个条件 灵学我目前还有用 不会立刻给军方 半年后再给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第二 我想买一批炸弹 爷爷如今实力有所提升 已经可以破除部分法力限制 使用一些小型炸弹 方十六你说什么 这玩意你以为是烟花吗 随便可以买到 陆叔 你别生气 其实这东西 我到国外也一样能买到 只是不想麻烦而已 这可不一样 你在国外买了 能带回华下来 听到他的话 我并没有回答 而是拿起了一个苹果 瞬间苹果消失在了我的手中 陆志恒愣住了 我微微一笑 苹果又重新出现在了我的手中 接着 我把手按到茶几上 下一秒 整个茶几都消失不见 陆叔 我在国内国外买 其实真没有什么区别 此时陆志恒彻底被震惊了 他起身在摆茶几的地方走了下 没有阻碍 茶几真的消失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空间宝物 我点点头 并没有隐瞒 祖上传下来的 十六 空间宝物长什么样 别人看不到 只有我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但无法把它拿出来 陆叔 反正我就这两个条件 你看看能不能答应吧 你要买多少 买这个用来做什么 也不是很多 就二十一把 至于用途现在还不能和你说 但我保证 绝对不会在华下使用 其实陆志恒已经大概猜到我的用途 但还是说道 这个事情太大 我也不能一个人决定 明天会给你一个结果 嗯 陆叔你们抓紧就好 但价格方面可不能坑我呀 以后或许还要做生意的 你想的美 就算卖给你 也就这一次 说完 陆志恒有些恼火的起身离去 陆志恒回去后 紧急召集几位大佬开了个会 最后他们一致同意卖给我这一次 毕竟灵学的重要性实在太大 转眼时间过去两天 所有炸弹都已运到仓库 乖孙 爷爷 你需要的炸弹 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说着 我就把炸弹给爷爷传了过去 爷爷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情况挺好 我的实力已经有了很大突破 再加上你的这一批炸弹 相信很快就能开始扩张 乖孙 爷爷再给你一颗空间能量出 能让你的空间再扩大一些 十天后再联系你 你们说你贼方海 会不会打到关里来 他想的美 咱们天北官如今足足有二十万手机 这里的地是一手难攻 他拿什么突破我们天北官 我觉得也不可能 攻城修罗军团可没有用 突然大地轻微地颤动起来 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传来 敌席 敌席 是修罗军团 弓箭手准备 将方海的天钮射下来 敌军以为无人机还是像之前一样低空飞行 然后撒下汽油火攻 但这次他们显然想错了 因为无人机挂带的不是汽油 而是炸弹不需要低空飞行 这个高度弓箭手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只见无数的炸弹像雨点般落下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关内军营瞬间化为一片废墟 不到半个时辰 天北官就被顺利拿下 子子 乖孙传来的炸弹 果然是好东西啊 爸 您突破了 不错 方家的功法确实厉害 只是吸收了一点 就让我这么快达到了宗师级别 爸 到宗师级别有多厉害 刚刚突破 也就能打两个先天圆满吧 再过一段时间 打三个应该没有问题 最近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爸 最近还真有一些重要情况 雷山县那边出现了一个灵雪 灵雪在房石榴的别墅内 他赚了不少钱 还和军方搭上了关系 嗯 爸 您如今突破到了宗师级别 我也有先天级别的修为 我们鸡家是不是可以重见天日了 嗯 爸 我们先从哪里着手 就先送方石榴上路吧 不过你得稍微小心点 他说不定已经是舞者了 爸 我可是先天级别的高手 方石榴如今就算是舞者 顶多也就是化尽级别 打他就和杀之鸡差不多 老三 方石榴那里就交给你了 你最好活捉他 确定一下 他是否知道功法的事 大哥你放心 我一定让方石榴乖乖就范 晚上我离开学校回家 途中突然察觉到有人跟踪 我故意往偏低的小巷走了进去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小子 去死吧 鸡鹏直接扑向了我 我早已做好准备 一枚硬币瞬间甩出 先天级别残绝 反应速度很快 但鸡鹏也只来得及避开心脏 常忍剧痛 他再次发起攻击 说 我把鸡鹏收进了空间里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回到家 我立即让苏又威 把关于鸡鹏的监控都处理了 之后又让他根据鸡鹏的行踪 调查鸡家的藏身之处 学长 我查到了 根据鸡鹏的手机定位 他是从六河县那边的 一座深山中出来的 深山中吗 难道山里也出现了灵雪 结合上鸡鹏的实力 我的怀疑是很有可能的 第二天 我和苏又威一起去拜访了 苏又威的外公 陆百川 一番寒暄后 我对陆百川说道 陆老 鸡鹏已经暗中到了国内 什么 鸡鹏竟然还敢回来 嗯 鸡凤天他们在六河县 那边鸡可能有灵雪 你的消息可靠吗 根据我的调查 害我父母的幕后凶手就是鸡家人 鸡凤天的修为 很有可能达到了宗师级别 什么 这不可能吧 华夏国的先天级别强者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宗师强者更是听都没听说过 陆百川退休前身居高位 对于武者 他自然是了解的 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但可能性不低于七成 好 志恒 明天你带人过去 把鸡凤天给我拿下 陆百川眼中寒芒闪烁 他女儿 苏又威的母亲 当年就是被鸡家给赶的 啊 鸡凤天如今已经有了宗师级的修为 我们怕是拿他没办法 他有宗师级的修为 我们不是有导弹吗 用导弹直接给他炸平了 啊 不考啊 这样可能连带着灵学 也会被毁 都不尝试 那就调一个坦克营过去 明天中午必须到位 老子倒要看看 宗师能不能扛得住打炮 爸 不好了 外面来了数十辆坦克 把我们给包围了 什么 军方是怎么知道我们这里的 这个我也不清楚 对了 有没有你弟的消息 灵学曝光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鸡鹏一直没有联络他们 这个情况让鸡凤天感觉不妙 爸 老三刚到云海市 就没了消息 各种监控里都没有他的身影 可能出事了 查 一定要把你弟的下落查出来 好的吧 鸡凤天 你们还挺享受啊 在这边盖一个豪华别墅 根据以前的命令 你们鸡家已经被驱逐出境 姓陆的 我们只是十分低调的在这边隐居 隐居 灵学何其重要 你们连华夏公民都不是 在这隐居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立即滚出华夏 第二 老子用坦克把你们直接轰上西天 你一个凡夫俗子 竟敢这么对老夫说话 就算你们开炮 也未必能嘎掉老夫 呵呵 就算嘎不掉你 但也能要你半条命 你现在已经有了宗师纪的修为 别不知足 这样吧 老夫有一个提议 咱们各退一步 这个灵学 我们鸡家占一半时间 你们其余势力占一半时间 每个月轮换一次 你想的美 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鸡家每隔四个月 能使用一个月的灵学 其余时间归军方 爸 和鸡凤天谈妥了 条件是这样的 陆志恒把谈判的过程 都讲述了一遍 知道了 陆百川暗暗皱眉 他心中虽不痛快 可鸡凤天已经是宗师修为 陆家必须做出一定让步 大帅 朝廷游使者求见 让他进来 是 方将军 好久不见 杨尚书 本帅已经自立门户 你这一生方将军 本帅不接受 有什么话你赶紧说 本帅很忙 方大帅 陛下游旨 封你为一字并尖王 黑渊将以西 作为你的永久封地 你接纸吧 一字并尖王 帝位与皇帝平齐 神宴帝国自开国以来 还没有出现过一字并尖王 方大帅 有黑渊将的天险在 你是不可能打过去的 接受圣旨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什么狗屁一字并尖王 老子不稀罕 十天内老子就要打过黑渊将 方大帅 虽然我是文臣 但我也知道 你十天内打过黑渊将 绝对没有可能 十年或许可以 杨尚书 如果十天内我打过了黑渊将 你可愿意拉拢一些人 拥护我登基 如果你没有打过去呢 如果没打过去 本帅就接受这道圣旨 好一言为定 爷爷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怪孙 爷爷现在准备渡将作战 需要大量的浮桥和迫击炮 你能搞到吗 没问题爷爷 我尽量想办法 两天后联系你 第二天一早 我就给陆志恒打去了电话 陆叔 没打扰到你吧 大清早的 你打电话过来 怕是没好事 陆叔 你这话说的 我找你肯定是有好事啊 你们去军费吗 在经过我的一番软磨硬炮后 陆志恒最终答应了我的要求 两天后 我来到仓库 把浮桥和迫击炮 给爷爷传了过去 咱们要渡将了吗 那边有三十万人守着 还有大批母车和投石车 这怎么好过去 你担心什么 大帅肯定有法子的 传令下去 铺射浮桥 士兵们很快行动起来 渐渐的数条浮桥 已经距离对岸只有几百米 再往前就到了 对岸母车的射击范围 给我放 随着爷爷的一声令下 炮弹急速飞了出去 但是什么 什么东西 敌军看着飞过来的炮弹 一脸茫然 可下一秒 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接着就是惨叫连连 一片混乱 西岸数百能迫击炮的 不断风机 东湾的弩车 抛石车子 森森在爆炸声中 微飞烟灭 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 修罗军团的战士 走上浮桥 快速前进 快拦下他们 别让他们过来 可此时士兵们 只顾着逃命 躲避炮弹 谁还会听令 没多久 爷爷的修罗军团 就成功登陆 乖孙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到这边来 凌风 有你三弟的下落了吗 爸 我找遍了整个云海市 还是没有寻到 三弟的任何踪迹 他可能已经遭遇不测了 到底是谁做的 难道是方十六下的手 可你三弟拥有 先天级别的修为 方十六怎么可能 是他的对手呢 爸 我觉得方十六的 可能性不大 但有一个人非常可疑 涉水 方十六的爷爷 方海 他失踪了九年多 连儿子儿媳出世 他都没有出现 我们就忽略了他 会不会他并没有死 你的意思是 方海暗中出的手 可他如果有强大的实力 又为何要隐藏起来呢 爸 这个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方海 被困在了某个地方 只能偶尔化身出来一趟 学长 我间听到 击凌风和击凤天 在谈论你爷爷 他们怀疑你爷爷 失踪九年多 可能没有死 只是在闭关修炼 他们还怀疑 击鹏就是被你爷爷打掉的 击鹏在这边出的事 他们怀疑很正常 随便他们怀疑 但你最近也要少动用黑客能力 别被他们给察觉了 也不知道爷爷什么时候 才有能力 传个一届高手过来 如果能过来 我还担心你的锤子 晚上 爷爷联系上我 又给我加强了精神念力 之后 我把击家的情况 和爷爷说了一下 爷爷听后 也是一惊 没想到击家 已经怀疑到了他头上 乖孙 你那边如果撑不住 你就直接曝光爷爷的存在 老子倒要看看 倒是谁还敢针对你 爷爷 别的施礼可能会给面子 但鸡家怕是不会给啊 毕竟血仇在那里 反正你自己小心点 你倒是可是还有皇位要继承 第二天一早 我像往常一样 把苏佑威送到了学校门口 嗯 嘿嘿快看 我左下脚领的Mate60发货了 哼 你还提着左下脚 我去的时候都被抢光了 我啥都没抢到 没事 还有机会 左下脚库存抢完后 游戏厂商火速追加了5000台 苹果15和华为Mate60进去 现在都打包好放进链接了 趁知道的人少 你赶紧去领 啊 可是知道的早也没用啊 不不太会玩 升级太慢了 哪需要你自己玩啊 挂机就行了 点进左下脚链接 下载注册 上线就能先领998 然后你再手冲一元 拿下祖龙神兽和满级VIP 无限龙吼自动出发 挂机三天就能升500级 苹果华为轻松到手 还是你靠谱啊 我这就挂着 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 朝我走了过来 你叫方十六 父母说忙 靠赌石发了点财 这辆车子是躺在天堂老板送你的 我没有说错吧 哥们 你想说什么直接说 我时间宝贵 没工夫和你在这里闲扯淡 赚了点钱 无权无事 你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苏又微可不是你这个土包子 能拦指的 看来你的来头不小 你是想要让我离开苏又微 看你的样子不像是新生 你该不会是 为了苏又微特意转学过来的吧 舔狗 你特囊的说什么 信不信劳资抽死你 是这样抽的吗 跟你一样 为了苏又微转学过来的追求者不少 那你是最欠揍的一个 滚吧 别让我再见到你 最近常常在闭关修炼 倒是少了不少乐子啊 徐少 你这啥情况 谁这么大胆子 敢打徐少你呀 是方十六那个小别三 今天在校门口遇到他送苏又微上学 才说几句他就打人 仗着有路加撑腰 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靠 还反了他了 他算个什么玩意 咱们一定得给他点教训 柳少你怎么说 咱们这些人中数你背景最深 好歹咱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被他一个小憋三瞧不起 以后传出去我们脸上都无光 徐少峰口中的柳少 名为柳哲 背后是燕州柳家 他也是苏又微的其中一个追求者 不过他的目的是苏又微身后的陆家 下次他再来学校 咱们一起会会他 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厉害 周围爱情 如今局势当如何 说话 博士 你来说 为什么局势会恶化这么快 我们原本有两百万大军 如今只剩下七十万 方海手下反而增加到了一百五十万人 陛下 原因您应该知道的 就是方海经常拿出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 我们实在是难以招架 这些散且不论了 现在我就想知道 我们的七十万大军能守住神都多久 陛下 他们有威力惊人的炸弹 神都只能对强者压制 但根本压制不了他们的炸弹 一旦城破 我们根本抵挡不了 到 逆贼方海使者求见 行 大胆 见到陛下竟然不跪 我们的百万雄师即将抵达 谁敢让我跪 大帅有旨 谁敢这样做 诸实足 要不我给你跪一个 阁下何人 来此何事 原来是大帅的手下拜将庞国师 我叫秦丽 是大帅的亲信 来此给你们执一条名路 什么名路 大帅说了 神都历史悠久 他不想让神都毁了 宇文泰你可以带兵撤往他国 沿途只要不乱来 大帅不会为难你们 当真 大帅惊口欲言 一言九鼎 岂会骗你 陛下 臣愿追随陛下离开 众爱卿抓紧时间准备好 明日一早随朕离开 天下很大 总有我们的容身之地 一大早 城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都是跟随宇文泰撤离的人 可就在队伍准备出发的时候 一旁的庞青呼的大吼 罚无道 朱宝军 他手中的长枪 狠狠地捅向了宇文泰的龙脸 可下一秒 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龙脸中 竟然是一个草人替身 而宇文泰 在真身所乘坐的另一辆马车迅速飞奔起来 情急之下 庞青长枪脱手飞出 将士们 暴君已死 我们都不用远走他乡了 方大帅 吴乃就朝礼不上书杨风眼 暴君宇文泰等离开神都 我们一些人并没有追随他离开 如今暴君宇文泰已死 吴等希望方大帅早立新朝 早日登基 如此山河方能稳固 百姓方能安心 望方大帅早立新朝 早日登基 既然而等如此急切 那即日起神宴帝国改国号为方 国名为神龙帝国 朕为神龙帝国开国皇帝 杨风眼 朕风你为神龙帝国礼部上书 你挑选良辰即日 举办登基大典 臣遵旨 几天后 登基大典顺利举行 爷爷也正式成为了神龙帝国的开国皇帝 乖孙 爷爷这身龙袍咋样 爷爷 你已经进入了神都 登基成帝了 没错 爷爷已经称帝 改国名为神龙帝国 自己爷爷真的已经在意识做了皇帝 自己家里真的有皇位要继承了 这种感觉和做梦一样 乖孙 你以后可以做皇帝了 开心不 爷爷 你这两天做皇帝的感觉怎么样 爷爷哪是做皇帝的那块料 多做一会儿就感觉和坐牢一样 无数的事情需要我处理 太难了 乖孙你可得早一点穿越过来 爷爷把皇位传给你 爷爷 皇帝的宝座不知道多少人想做呢 我短时间应该是过不去 你就先好好地过一下阴吧 乖孙 反正你尽快做准备 爷爷还是修炼 带兵打仗舒服 乖孙 最近爷爷忙 七天后再联系你 另一边 姬林峰动用了大量人力和财力 终于找到了 关于姬鹏失踪的蛛丝马迹 爸 这枚硬币是在一个小巷子里找到的 上面带有三地的血迹 看来我们很有可能小瞧了方十六 他应该就是用这枚硬币嘎了三地 方十六 老夫要活寡了你 林峰 你留在这间是紫禁小区 我那边如果出现意外 你就第一时间抓住苏有为 好的爸 现在是四点半 五点半如果没有接到我电话 你就行动 爸你小心一点 放心吧 如果方十六这小子背后没有方海 他绝不可能是为父的对手 殊不知 父子俩的对话 早被苏又威一字不落地监听到了 苏又威立即通知了我 然后又给陆百川打去了电话 姬凤天前脚刚走 后脚姬林峰就被军方悄无声息地控制住了 给我破 终于突破到宗师级别了 突然我察觉到附近有强者正在靠近 什么人 立刻停下 这里是军事禁区 闲人免禁 混蛋 一名守卫直接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 姬凤天脚下的地雷瞬间爆炸 眼见壁无可避 他只能用真气将身体护住 就是现在 我全力出手 一枚硬币急速飞出 不好 姬凤天实力强横 手掌足以敌死子弹 可还是挡不住我的硬币 硬币有毒 姬凤天没有任何迟疑 使出内力瞬间震碎了自己的手臂 方十六 我儿子现在就在紫禁小区 如果你再动手 我保证苏又威活不过今天 老匹夫 你敢动苏又威一根汗毛 我要你们整个机甲陪葬 嘖嘖嘖 真是有点意外啊 没想到你这么在意苏又威 你难道不知道 现在找个女朋友有多么不容易吗 消消气 有必要发这么大火吗 来 老夫给你介绍介绍 你看这几个姑娘生的标志吧 这是挺好看的 人姑娘也看不上我呀 你哪认识的 就是这个爱聊 美女头像都是真人 长相年龄收入都能看 这同生缘功能 还可以一见匹配 跟你同一天出生的单身美女 都在一公里内 还是女主主动找你聊的 最近兴入住了很多着急脱单的美女 条件放得很低 25到45岁的单身兄弟可受欢迎了 那行 我待会儿就去看看 受了伤的姬凤天 自知不是我的对手 立即就要逃走 可下一秒 老皮肤 还想动苏又威 你儿子现在恐怕自身都难保了 第二天我来到学校接苏又威放学 可没想到又遇到了上次被我教训过的徐少峰 方石溜 星空KTV 晚上八点你最好过来 有人要教你一点规矩 你叫我去我就去 你算老几 舔狗兄 看来之前那几巴掌没把你打醒啊 别这么多废话 就说你敢不敢去吧 用激将法 行 我去 看我晚上不打断你的腿 姓方的 你迟到了 你说八点就八点 本大爷能过来已经不错了 方石溜 今天叫你过来 是想和你玩个游戏 玩什么游戏 我这个人最喜欢玩游戏了 我倒要看看这些家伙搞什么鬼 左轮游戏听说过吗 老子和你玩这个 如果你不敢 你就乖乖地听柳少他们的 左轮游戏我倒是听说过 玩也可以 不过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配合我玩 小子 今天这个游戏 你玩也得拦 不玩还是得玩 说着黑雕手中的左轮指向了我 你想玩也行 不过咱们不玩一颗子弹的 玩两颗子弹的敢不敢 行 你要玩 老子奉陪 咱们抽签决定水先来 不用抽签 我先来就是 接过枪 我面不改色的就是一枪 该你了 看着我递过来的枪 黑雕脸色变了变 娘的死就死 脱了这一关以后吃香的喝辣的 小子 拜您了 我倒要看看你还有没有刚刚的运气 我平静地再次扣动了扳机 我运气还行 你就未必还有这样的运气了 此时黑雕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冒了出来 刚刚已经用掉了他所有的勇气 再来一次他真不敢 如果不敢 你就打腿 担得两枪 黑雕稍微松了一口气 打腿起码不会死 他对准自己的腿就是一枪 还有一枪 还有一枪送给你 黑雕咆哮着 对着我扣动了扳机 你应该遵守游戏规则 这一幕把在场的几个顽固 都吓得脸色苍白 来 咱们继续游戏 舔狗兄 你先来 其余人也不要着急 都有机会 我 我不玩 叫我过来玩游戏 就这样不玩了 只怕没这样的好事 方十六 你不要乱来 我们背后可都有强大的家族 让我放过你们也可以 但我之前承诺过要打断他的腿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两人立即会议 少风 我会轻点的 你愿一下 说完就扑向了徐少风 陆叔 将军 你们这么急着我 是有什么事吗 十六 米国目前正在全球行动 找大的灵学估计已经超过十个 而我们如今总共也只发现了五个 这方面我们落后了很多 这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大了 灵学度 就代表着可以培养更多的强者 我们不能让米国抢先了 小方 你能不能帮帮忙 将军 你说吧 需要我做什么 样品 我们目前急需各种异界的样品 生物或者非生物 甚至包括那边的空气样品 你知道我能连通一截 那个 十六 将军不是外人 我就跟他透露了点 小方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保密的 小方 一截有人吗 他们长什么样子 一截确实有人 长得和我们差不多 你之前购买的那么多物资 莫非就是传向了一截 你传给谁了 将军 这些是我个人的秘密 我想多活几年 暂时不方便说 不过你要的样品 我会尽量给你准备 但每种可能也就极客 一截传东西过来比较困难 极客虽然少 但也足够前期研究了 陆叔 我也有个小小的事情 想请陆叔你帮忙 你这次又想要什么 不会是要飞机导弹吧 陆叔你说啥呢 这次我就想买些土豆 听到我的话 陆志恒才松了一口气 这是小事 你要多少 三十万 还以为你要多少呢 三十万的土豆 你随便找个大点的批发商就行了 我说的是 三十万吨 几天后又到了给爷爷送物资的时候 我把三十万吨的土豆给爷爷传了过去 乖孙 你这土豆真的是太及时了 如今神龙帝国正闹饥荒呢 爷爷 把这些土豆让他们种下去 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对了 爷爷 你能不能传些异计的样品过来 我把江万臣跟我说的话 给爷爷复述了一遍 这个没问题 下次联系时给你传过来 如果传送容易 再给你传送两个护卫过来 爷爷 护卫暂时不及 我现在已经拥有了宗师的实力 暂时应该足够自保了 什么 乖孙 你这么快就达到宗师境界了吗 不错不错 你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实力 那爷爷就给你个超级变身术吧 你用得上 超级变身术 嗯 变身术能让你随心所欲的变身 乖孙 爷爷两天后再联系你 变身术 听起来不错 试试效果 我抬起左手 边打边打 在我的控制下 左手真的变大了一圈 变身 啊 这个能力 真的是吊爆了 我刚从仓库回到别墅 就接到了江万臣打来的电话 小方 有件紧急的事 要跟你说 你一定要听好 这可能关系到你的性命 什么事能让安全酒局都这么紧张 江局 你说 我们刚刚得到情报 有东营强者已经入境 他们的目标就是你的灵学 你要当心 江万臣话音刚落 我突然察觉到窗外有动静 随即放开精神念力查看 发现是两个东营人 江局 人已经到了 稍等我一会儿 此处的确是灵学 而且没被华夏官方公布 屋内有个毫无灵力波动的普通人 我们先把他解决了 再展开后面的行动 怎么回事 人不见了 你们在找我 说吧 后面的行动是什么 这小子有古怪 我们能手盖了他 动手 舅车 还想对付我 我最后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回答刚才的问题 巴嘎 一个臭小子也敢威胁我们 我绝不会出卖同伴 更不会出卖组织 哈 骨头挺硬 那就送你们上路吧 我顺移到两个忍者身旁 拍碎了他们的天灵盖 江局 不好意思啊 刚才出点小状况 让你就等了 看来东营无者已找上门了 你多注意吧 另外国内势力也不太安分 自己多当心点 爷爷啊 你可一定要替孙子报仇啊 小风 你放心 爷爷现在就去给你讨回公道 这个方十六赶断你的腿 我就卸掉他的四肢 爷爷啊 方十六很厉害 能徒手接子弹 咱要不先从长计议一下 哼 一个矛头小子罢了 有点伸手能力还到哪去 在你爷爷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徐子奥带着徐绍峰和两个保镖找上门 爷爷啊 他就住在这里 方十六给我滚出来 行 那这次就合作愉快 嗯 有什么事 看到过 拿电话喊救兵是吧 哟 还用的最新款 有趣 对付你们还需要搬救兵 哼 救你 哪来的钱买最新款华为 天真 我左下脚华为Mate60 Pro多的是 直接领就好了 现在新年大狂欢 新增了5000台苹果15 Pro Max 做现实福利 填个地址隔天就到家 左下脚那么多 凭啥救你的能量 不信是吧 有人不信你们的推广 方先生 这活动推广福利真实有效 左下脚是特意申请的内部链接 从你左下脚下载的 除了苹果华为手机任选 还能开启iPad Pro的隐藏福利 先到先得 现在还不信的话 你就点我左下脚的专属链接下载 看看有没有手机领取界面 我去 这还真有啊 就算有 也很难领 简单 从我左下脚下再进入的 上线开启超智能 AI女仆带你挂机升级 一键托管直接顺秒报啊死 手机平板轻松拿到手 别以为你告诉我这种好事 我就会放过你 敢断我孙子的腿 真是好大的胆子 哎 善良不正下良外 我说徐少峰这小子 怎么这么嚣张跋扈呢 原来他爷爷也是同样的货色 臭小子 死到临头了 还敢出言不信 给我废掉他四肢 就凭这两只臭虫也想废我 臭小子 拿命来 你 你到底是什么实力 为何如此强大 我的实力 你还没资格知道 徐少峰 看来断腿对你来说 还是伤得太轻了呀 要不 这次我就把你的手也一起废掉 爸 不要啊 爷爷救命 方小兄弟 之前是我们的不对 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我们爷孙俩也得到了教训 还请您高抬贵手啊 三番五次找我麻烦 光是道歉恐怕不够 方小兄弟 这是五亿支票 就当作是给您的精神损失补偿 还望不要嫌弃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分上 这次就算了 但如果还有下次 可没这么容易了 明白明白 多谢方兄弟高抬贵手 小峰还不赶快谢人 多谢方少 没个称呼的嘛 你爷爷叫我兄弟 你该怎么叫 谢过方爷爷 乖 孙贼 方爷爷 你这左下脚领手机是真快啊 我这里的华为都给我发货了 那肯定 都说这左下脚为内部专响的连接 领手机肯定快 拿着手机可以离开我面前了 学长 东营舞者的藏身之所查到了 在一栋烂尾楼里 有得到什么重要信息吗 我今天听到 他们的计划是毁掉华夏的灵学 这些小日子 还真够阴险的 爷爷 你怎么了 看着很疲惫 北方狼族南下 侵袭神龙帝国边境 我正在御驾亲征 对了乖孙 这是你要的东西 这是四只异界的蚂蚁 你先拿去让他们研究看看 爷爷 先把物资给你传过去吧 这次还是土豆和一些蔬菜种子 乖孙 这些狼族凶猛异常 你下次给我准备些 火力强大的武器过来 爷爷要教他们做人 好的爷爷 我马上就想办法 嗯 七天后联系你 陛下 狼骑兵发起冲锋 我军摩托车部队死伤惨重 而且狼骑跑得快 又分散 我们的炸弹作用不大 我们的援军呢 半路遭遇狼骑兵袭击 短时间内过不来 退守和元城代元 只需坚守半月 战局便会发生改变 十六 异界的样本搞到了吗 四只异界的活体样本 好好 你小子 干得不错 嘿嘿 陆叔 这个可不是白给你的啊 你小子又在打什么主意 这里是四只异界蚂蚁 目前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发现 这其中的价值 不用我多说了吧 嗯 这是自然 嗯 你小子有话就是说 别管弯磨脚的 这样吧 咱们以物换物怎么样 一只蚂蚁换一百辆坦克 很合理吧 你小子 狮子大开口啊 一百辆绝不可能 那就五十辆 不能再少了 顶多五辆 最终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一只蚂蚁换十辆坦克 另外附送一定数量的炮弹 第二天 四十辆坦克就送到了仓库外 这么多坦克 需要的柴油不是小数目 找唐老板讲讲办法吧 唐老板 我目前需要购买大量的柴油 你能搞到便宜点的吗 方绍 这个没问题 国外就能买到 不知方绍什么时候需要 自然是越快越好 那行 明天你来缅国 我在这边给你准备好 第二天一早 我就乘飞机前往了瑞士 然后再进入缅国 可见到唐在天的时候 他却一脸愁容地对我说道 方绍 我买的两万桶柴油 被劫了 好大的胆子 敢劫我的东西 对方什么来路 柳司令 一个小军阀 手底下有三百多武装 金将军知道这事了吗 我跟金将军说过了 他得知是方绍的时候十分积极 承诺三天内搞定 三天太久了 我亲自去一趟 动我的东西 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杨军 你跟方绍一起去 方绍 一起冲进去吗 不用 你在车上等着就行 我顺一来到车外 接着又重用隐身异能 大步走向军营 轻易避开几个岗 稍后来到仓库 果然在这 收 仓库里有动静 进去看看 该去会会留司令了 小哲 你放心 我已经将方十六的物资扣下了 只要他敢来 我定让他有来无回 好 大叔 你一定要帮我出口和气 狠狠地折磨他 让他求生不等 求死不能 折磨人的手段 我有的是 那我回归家族一事 爷爷快不行了 他一嘎 二叔便可回归家族 笑得真难听 你 方十六 你怎么会出现在此处 死人不需要知道太多 别太高估自己 我可是后天舞者 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过来 柳大少 是你吗 不 不是我 撤 方少 下次出现提前说一声 太吓人了 老板 方少真是太厉害了 竟然能瞬移和隐身 轻松就解决掉了柳司令 听完阳君的讲述 唐在天也是吃了一惊 方少果然不是一般人 当初跟他交好的决定没错 乖孙 这是给你的东西 你找到适合的武器没有 狼族攻势太凶 乘快守不住了 当然 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坦克 乖孙 还真有你的 爷爷再给你个新异能 毁尸灭迹异能 此火名为赤眼 能瞬间炼化钢铁 你慢慢体验 爷爷得去研究研究 这些坦克 对了 最近战事吃紧 急缺药品 你下次给我传一批过来 七天后见 毁尸灭迹异能吗 试试看 陛下 还有几日 成就要快守不住了 要不咱们先撤吧 遇到事情不要慌 你看这是什么 出来 好奇怪的物种 他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 没见识 这叫坦克 我孙子刚给我送过来的 你去找一批机灵点的士兵 让他们尽快学会使用 将军 南城门已经攻破 好 神龙大帝的脑袋我要了 传令 从南城门杀进去 将军大事不好 城内突然有钢铁巨物冲出 刀斧完全砍不动 我军损失惨重 什么 传令 立即撤退 这个一姐蚯蚓的个头不小 你开价吧 一个亿就好 这么便宜 你小子肯定还有其他条件吧 就一点点条件 一是往后你们得卖武器给我 二是帮我购买五亿的药品 主要是治疗外伤的 第二个条件没问题 但第一个条件 我得先跟你说明 卖给你武器可以 但只能卖非核心技术的 成交 对了 小方 有件事跟你说下 东营国的腹部一刀到云海了 你一定要小心 当从安全酒局回到家 苏又威就神情严肃地对我说道 我刚间听到那些东营舞者的对话 他们说有个大人物来云海 听起来实力不弱 还准备对你下手 让他们来好了 还省得我去找他们了 对了 你能定位到柳哲吗 我想跟他讲下道理 这个不难 黑掉他手机就好 你稍等 恭迎走走目大人 大哥 林雪为何还没毁掉 大人息怒 我们遇到了点麻烦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你们先去准备 这次我会亲自带队 毁掉林雪 太叔 你可得护我周全啊 少爷 你放心 只要有老仆在 就没人能动得了你 少爷 你到底得罪了谁 为何如此慌张 太叔 我也不瞒你 我二叔可能嘎了 什么 二爷嘎了 他手下可是有三百多武装的 怎么会 我想嘎的人 三百武装就能保住他的命吗 天真 啊 够了 雕虫小记而已 少爷莫慌 小子 有老夫在 你休想动我家少爷一根 你算哪根豆芽菜 郭子 柳大少 你跟柳司令的通话 我可是全听到了 说说吧 这件事怎么了 方嫂 我也就是一时脑子热 看在我们都是校友的份上 你就放过我吧 你这欠到的 好像没什么诚意 给你点提示 跟你一起挑适的许少 可是赔了五个亿 我 我赔十亿 往后见到方嫂 我一定绕道走 很好 算你上岛 又为 我回来了 十六 我现在要去参加同学聚餐 晚上吃饭不用等我 好 有事随时打电话给我 苏又威离开后 我一个人闲来无事 就前往别墅修炼 可刚修炼没多久 就察觉到有人潜入了别墅 来了就现身吧 何必躲躲藏藏 没脸见人吗 方先生好敏锐的感知 我有两个不成器的手下 是你嘎的吧 没错 他们大晚上偷偷摸摸 潜入我的别墅 想干坏事 所以嘎了 大管 小子 你太狂妄了 我嘎了你 方先生 你一言不合就嘎人 过了吧 他拔刀的那一刻 就注定了他的结局 好 那就不用谈了 隐身吗 不对 是障眼法 什么 你也会忍术 忍术 好像 我可看不上那种东西 赤眼 去 能跟我走上一招 你足以自傲了 可惜他的教父部一包都没来 否则一起收拾了 就在此时 苏又威打来了电话 十六 我好害怕 有人不宜为难我 我躲在卫生间走不掉了 你能过来接我吗 又威 你在哪 我马上来 地豪大酒店 六六六包间 接到苏又威的求救电话后 我立即就赶到了酒店包间 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透过精神念力我发现 苏又威被人绑到了一间客房内 而绑架他的人 正是六爷的真身鸡春炎 苏又威啊 苏又威 可惜了这一张漂亮的脸蛋 要怪就怪你跟错了人 方是六嘎我父兄 那我只好从你身上找回来了 我就把他赏给你俩了 完事后处理干净点 明白 六爷 哼 我直接从门外 顺移到了他们面前 两人还没把人过来 直接被我一掌拍打 看到这一幕 鸡春炎立即就想夺门而逃 想跑 我强大的精神念力进入他体内 他的经脉和神经顿势被破坏 刚走两步就一头栽倒在地 给我消失 我使出毁尸灭技艺能 三人瞬间灰飞烟灭 鸡家最后一个余念 终于清楚了 爸妈 你们可以安息了 米罗教授 帕克已经完成了所有训练 帕克 如果成功了 你可以成为全球知名的人物 荣华富贵 到时你想之不尽 我完成任务 你们把承诺的十万美金给我就好 别的我不收啊 你放心 这绝对没有问题 启动电磁场 那是什么 哪里 那个地方刚刚有闪光 有人出现 那里怎么会有人 立刻派人过去看看 与此同时 林国飞骨帝国的士兵也发现了帕克 他们也立即派出了骑兵 双方很快就相遇了 局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就在双方正剑拔弩张的对峙时 帕克的身影却突然消失了 帕克 帕克 快醒醒 帕克 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我感觉穿过了一个隧道 之后就出现在了一片草原上 没多久就看到两对骑兵向我冲了过来 我吓得赶紧拔了一些草 抓了一些泥土 空气我也装了两小罐 骑兵长什么模样 他们骑的是什么 他们似乎和普通人类差不多 距离有点远 我看的也不是特别清楚 有一对骑的应该是马 但另外一对骑的好像是摩托车 什么 摩托车 帕克 你确定你没看错 当时太紧张 距离又太远 我也不太确定 对 那应该是你看错了 帕克 你先休息一下 然后把你所看到的 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 记住 是任何东西 好 什么 边境有一拙奇怪的人 突然出现之后又消失了 按照士兵所描述的来看 他的穿着很像是地球人 难道是地球那边传过来的人 看来那里很可能出现了灵学通道 如果真的是这样 说不定就能通过这个通道 给乖孙传送更多的好东西 甚至能把大活人给传过去 边境有人出现 说不定就是米国佬传过去的 那个地方如今爷爷不太好占据 样本爷爷已经准备了很多 你去趟十三号基地 爷爷到边境区域试试 好的爷爷 明天我就去一趟 大后天你再联系我 嗯 又喂 我明天要出国一趟 你给我弄个新身份 说着我整个人开始发生变化 十六 你这是 变身术而已 你就用我这个样貌给我弄个护照 好 十三号基地内 米罗教授等人正在准备第二次传送 帕克 放轻松一点 你会没事的 我会回来的 一定会回来的 另一边 帕克刚出现 脸色就瞬间大变 完蛋了 只见周围都是神龙帝国的士兵 他们已经在此守候多日 就等着帕克出现 帕克被迅速带走 可刚离开传送地没多久 便一命呜呼了 米罗教授 十分钟了 空间通道应该完全关闭了 应该是哪边有人 帕克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 两位 借用一下你们的基地 没问题吧 你是什么人 怎么进来的 我没有废话 直接使出精神念力 让两人昏迷了过去 接着又从空间中把镜子取了出来 爷爷 咋样 很好 这里传送东西 比其他地方要容易许多 说着爷爷就传给我了一个大盒子 这里面有许多异解生物样品 是之前的石北 应该够他们研究一段时间了 乖孙 爷爷现在还有一些余力 再给你一件宝物 这是生命灵液 每一滴都可以让普通人延守一到三年 对修炼者来说更是疗伤圣品 你省着点用 好的爷爷 现在爷爷和黑虎帝国翻脸了 估计马上就要打仗 等爷爷占领了这边 倒是应该可以传给你更多的东西 爷爷你还需要什么 爷爷要去草原打仗 你看看什么样的好东西适合草原上用 能克制骑兵的 这个没问题爷爷 等我回国就去问问陆志恒 这方面他比较在行 行 七天后联系你 离开之前 我顺带放了一包 给米国制造了点麻烦 两天后我回到家 第一时间就给陆志恒打去电话 陆叔 听你的声音有些不对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昨晚我父亲摔了一跤 他的身体本就很差 摔了以后情况恶化 如今还在昏迷中 医生说情况不是很乐观 陆叔 你们现在在哪个医院 我和幼伟马上过来 我或许有办法 薛老神医 我父亲他还能醒过来吗 陆老的情况本就不是很好 这一次的摔跤 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综合判断 陆老醒过来的几率 应该只有两三成 就算醒过来 应该也只有半年不到 外婆 你别哭 十六说他有办法 肯定能让外公醒过来的 年轻人 你是医生 不是 但我有好东西 有比较大的可能让陆老恢复 使不使用看你们 十六我信你 哟 婆娜 陆老夫人你赶紧劝劝他们 陆老这个身体 怎么可以让人随便乱来 汇出大问题的 有威 你觉得十六有办法 嗯 十六 既然大家都对你这么信任 那么我也信你 老头子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情 那也是他的命 我们一家人都不会因此怪罪你 我拿出爷爷传给我的玉品 两滴生命灵液迅速飞到了陆百川嘴里 嗯 十六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用了两滴 能有效果吗 我刚刚使用的是生命灵液 一滴可以给普通人延寿一到三年 以陆老的情况 两滴延寿三四年应该没问题 什么 你的意思是 它不但可以让我父亲恢复 还能延寿 嗯 醒了 外公醒了 就在陆志恒还想问些什么的时候 陆百川居然醒了过来 精神看着比以前都要好 怎么回事 薛老神医直接压麻呆住了 满脸的不敢置信 这位小兄弟 不知道你给陆老吃的是什么东西 嘿嘿 天机不可惜了 接下来薛老神医又给陆百川做了一番检查 发现陆百川的身体机能真的恢复了三四年 当天就出了院 在陆家吃完饭后 我跟陆志恒来到了书房 陆叔 我支持的一届国家需要与别的国家打仗 敌人是草原上的国家 骑兵比较多 有什么好的针对他们的方式 你支持的势力是主动进攻的一方 还是防御的一方 如果是防守派击炮就可以 进攻方 看来你支持的国家实力不错啊 实力还可以 但周边敌对的国家也有不少 进攻也是为了收复以前被侵占的领土 战斗必须速战速决 陆叔这方面你是专业的 你推荐点好东西哈 陆志恒考虑了一会儿到 有个东西很不错 威力超强 而且价格也不算很贵 什么东西 极数炸弹 刚从陆家出来 一辆车就迅速驶来停在了我旁边 江菊 你怎么在这里 上车 带你去个好地方 半小时后 我跟着江万臣来到了一个地下基地内 小方 这里叫做零号基地 是安全酒局的一个实验基地 你之前给的样品 我们已经有了研究成果 带你看看 江菊你来的正好 蓝灵草已经使用完了 你能不能再搞一点过来 研究绝对不能中断啊 顾院士 这一位就是给我样本的人 你把你的研究成果和他说说 他或许会有办法 看到我这么年轻 顾院士有些将性将疑 但还是说道 那行吧 年轻人我和你讲讲 你知道全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有多少吗 我摇了摇头 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老年痴呆 全世界约有五千万左右 数量非常庞大 我们的研究就是针对这个病的 而且已经取得很大进展 很可能研究出永久根治阿尔茨海默病的药 小方 这个药如果研究出来可以造福无数人 而且还可以为国家赚到大量外汇 你们需要我提供什么 需要蓝灵草 不好意思 蓝灵草是我们随便取的名字 它是一种开兰花的小草 我们需要十克 如果没有 五克也行 我的精神念力到了空间里面 很快就找到了顾院士所说的蓝灵草 这种草总共有十来株 应该有二三十克 将军 蓝灵草我可以提供 但我有个要求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以后可以继续提供蓝灵草 但卖出的药品 未润我要三成 虽然我卡上还有不少钱 但一届的爷爷正在打仗 购买物资的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行 这个没问题 但蓝灵草你得抓紧时间啊 米国方面说不定也有这方面的研究 可不能让他们抢先了 我一念一动 瞬间十来株蓝灵草出现 旁边的顾院士眼睛都看直了 没错就是这个灵草 将军 小方 你们聊 我先走了 顾院士如获之宝 拿着蓝灵草就立刻离开了 小方 你肯定还有其他的好东西 嘿嘿 没错 将军 这里面有很多样本 足够你们研究一段时间了 还是老规矩 如果以后需要我继续提供原料 利润我要三成 好说好说 将士们 北疆自古以来都是我们阎龙一族的领土 神艳帝国无能导致北疆被夺 如今是时候夺回曾经属于我们的土地了 将士们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我们必须用刀剑告诉敌人 神龙帝国不可欺 出发 爷不知道乖孙那边搞到好东西没有 乖孙 这次给爷爷准备了什么样的好东西 爷爷 这次我给你买了七十亿的极数炸弹 应该够你用了 我抬起镜子 把炸弹都传了过去 哈哈 有了你给的这些东西 爷爷得狠狠地干一票 乖孙 七天后再联系你 陛下 敌人把军队分散得很开 而且都是骑兵 机动性很强 我们的普通炸弹和迫击炮很难起到作用 嗯 早料到如此 所以正为他们准备了新的大礼包 出来 陛下 这不也是炸弹吗 哈哈 没错 但这个炸弹可不是普通炸弹 它叫极数炸弹 爆炸面积要比普通炸弹大得多 对付分散的骑兵是个好东西 陛下 有此神器 为何您之前不拿出来 而是让我们使用普通炸弹 哈哈 之前使用普通炸弹 是为了麻痹敌人 让他们以为我们的炸弹对他们造不成伤害 传令下去 将普通炸弹全部换成极数炸弹 是 陛下 很快 无人机上的普通炸弹都被替换了下来 陛下给的这些东西 难道真有那么大的威力 谁知道呢 我们只管听令形式便是 另一边 黑虎帝国的士兵 看到无人机再次来袭 却不以为意气 又来了 神龙帝国这是还不死心啊 说着 士兵们纷纷上马 准备和之前一样 靠移动位置来躲避炸弹 可下一秒 第一枚极数炸弹爆炸 几百个子炸弹瞬间扩散 骑兵们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炸得粉碎 短短时间 黑虎帝国这边十几个营地全部遇袭 伤亡不计其数 神龙帝国这边 早已准备好的修罗铁骑迅速冲了出去 逃 快逃 修罗军团的人杀过来了 日等立刻投降 否则格杀勿论 片刻间 黑虎帝国的二十万大军就全军覆没 而侥幸活下来的少数士兵也都成了俘虏 打扫战场 收集所有没有爆炸的炸弹 尽量把跑掉的战马找回来 遵命 前线什么情况 禀将军 前线大败 我们遭遇极为可怕的炮火攻击 大部分人都被炸嘎 逃出来的人很少 什么 你们连逃跑都来不及 神龙帝国动用的不是普通炸弹 而是一种能大范围爆炸的可怕炸弹 根本逃不掉 神龙帝国那些威力强大的炸弹到底哪里来的 爷爷 你那边的战况如何 很好 大获全胜 级数炸弹果真是个好东西 乖孙 你还能不能再搞到一些 爷爷 传给你的可不少啊 这就没有了 这东西可不便宜啊 用掉了九成 灭了黑虎帝国二十万大军 这玩意儿的效果非常不错 爷爷 级数炸弹的效果这么好 敌人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东西 打了个出其不意 下次再使用 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了 爷爷 可我现在没钱了 上回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 你那边有什么好东西 能让我大赚一笔 大赚一笔的好东西 生命灵液怎么样 卖出去几滴 应该能赚到不少钱 这个 爷爷 上次为了救路老 已经用了两滴 我现在只剩下一滴了 哈哈 没事 爷爷这里还有 哦 乖孙 这里面有十几滴生命灵液 希望你能卖个好价钱 拿着爷爷传来的生命灵液 我来到了安全酒局 江菊 我想以你们研究所的名义 拍卖一个东西 收入可以分给你们十分之一 给顾院士 他们增加点经费 小芳 你要拍卖什么 江菊 这个叫生命灵液 里面有三滴 拍卖的就是这东西 起拍价十亿美滴 十亿一滴 你确定 谁会花十亿购买一滴这玩意 一滴生命灵液 可以延寿一到三年 年轻一点没有基础疾病的 基本能延寿三年 小芳 你确定 如果真是这样 我觉得你的定价低了 十亿买三年寿元 肯定会被疯抢 这只是起拍价 成交价应该不止这个数 江菊 你觉得如何 如果三滴能卖到一百亿以上 那研究所就能分到十亿 这买卖稳赚不赔啊 没问题 爸最近的状态怎么样 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老样子 裴总 抱歉 我们无能美劣了 老游子虽然没有重大疾病 但他老人家大线快到了 麻烦了 裴总客气 素贱 我快没有爸爸 我该怎么办 文友 别着急 一定会有办法的 就在这时 裴文友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文友 我得到可靠消息 咱们国内一个秘密研究所 研究出来了一种生命理念 它可以延长人的寿命 这样的事情我怎么会骗你 后天将拍卖这种生命理念 一共只有三滴 每一滴能延寿一到三天时间 这种生命理念可靠吗 真有这样的效果吗 据隐秘消息 这种生命理念已经有手掌使用 就是路加的路了 效果很好 挂断电话 裴文友泪流满面 爸有救了 有救了 消息很快就在富豪圈中传开了 两天后 拍卖会现场已经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超级富豪 诸位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本次拍卖会 如大家所知 本次总共拍卖三滴生命灵液 江局长 听说已经有手掌使用过了 是真的吗 安全酒局能否确保这东西的效果 这个你放心 如果没有效果可以退款 而且为了避免麻烦 这个需要当场使用 有没有效果立即就能看到 听到安全酒局局长的保证 众人都放下心来 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拍卖现在开始 每次拍卖一滴 几拍价十亿 每次加价不少于一亿 十二亿 柯林王子 你还年轻用不到 就别和我们这些老家伙抢了吧 我出十五亿 二十亿 费文友心头一紧 这样凶猛的加价 他准备的钱未必够 连忙举手道 我出甲四十亿 我是替我父亲购买的 医生的判断他只能活时来天了 大家或许可以看看 我父亲使用之后的效果再决定 听到裴文友这么说 众人觉得也有道理 便不约而同地停止了叫价 看到没有人再继续加价 江万臣直接宣布 第一滴生命灵液拍卖结束 恭喜裴氏集团总裁裴文友 多谢 多谢大家相让 很快裴文友就完成付款 拿到了一滴生命灵液 江局长 我父亲如今在昏迷中 能否使用 没问题的 灵液入口即化 裴文友点点头 小心翼翼地将灵液到进了他父亲口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他父亲的身体疯狂地吸收着生命灵液的力量 体内的细胞纷纷被激活 是我也花了吗 裴老的脸色似乎好了一些 确实好了不少 这效果也太好了 神尿啊 众人议论纷纷 十分钟不到 裴老赫然清醒过来 文友 这是哪里 爸 您终于醒了 你也一把年纪了 还抠 扶我起来 我想走走 裴文友连忙小心翼翼地扶起了自己父亲 缓缓地在房间里面走了起来 真是神迹 一滴生命灵液居然就有这样的效果 四人医生急忙对裴老的身体进行了检测 很快结果就出来了 按裴老现在的状态还能再活两年 各位 生命灵液的效果你们也看到了 现在拍卖第二滴 想买的抓紧 以后可能不会再有 众人心头都是一紧 立刻有人出价 我出四十亿 我出五十亿 我出七十亿 一百亿 很快 剩下的两滴灵液 就被人分别以一百亿和一百二十亿的天价拍走 我滴的乖乖 这些土豪还真是疯狂啊 嘿嘿 而此时 异世界黑虎帝国军帐内 大帅忽颜神鹰正看着一张照片 陷入了沉思 大帅 这张画是在一处灵穴内发现的 跟他一起发现的还有一本书 但里面的文字完全看不懂 和神武大陆上任何一种文字都不同 嗯 看来异世界真的存在 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 方海的东西应该就来自于那个世界 不 大帅 我们得到了一样东西 还有一本画册 嗯 这是何物 这 这是武器 从这几张画里来看 这种武器虽然小巧 但威力极强 如果我们的士兵能大量装备这种武器 面对神龙帝国的军队胜算就会大大增加 大帅 要不咱们试试这玩意儿 嗯 嗯 大帅 这怎么回事 这玩意难道是假货骗人的 大帅 神龙帝国的军队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东西 难道这东西在我们这个世界无法使用 嗯 把神龙帝国使用过的铁鸟 排气炮等东西画像传过去 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些东西 是大帅 乖孙 你又搞到这么多奇数炸弹了 嗯 生命灵业赚了不少钱 爷爷你那边还好吧 我这边问题不大 现在我们正在和敌军对峙中 他们可能觉得我没有多少奇数炸弹了 最近一两天有点蠢蠢欲动 那就好 这批炸弹还算及时 对了乖孙 爷爷得到了一个情报 黑虎帝国应该与米国取得了联系 他们得到了一支手枪 爷爷 这不是意料中的事情吗 但他们也就能传点小东西 传过去也未必能用 这个爷爷不担心 爷爷担心的是 我这边得到武器的消息很可能会传到地球 到时可能会怀疑到你头上 爷爷你放心 以我现在的实力 在地球上没几个人能伤得了我 嗯 那就好 三天后再联系你 盟主 对面传过来了一张画 非常奇怪 这 至上面画的不是地球武器吗 是的盟主 华夏国应该早就和一介建立了联系 这方面我们落后太多了 我们现在拥有的灵血 能将大量的东西传过去吗 还不行 只能将很小的一点东西传过去 华夏国是采用的什么方法 为什么能传过去那么多东西 肯定是我们的方法还不对 你们得抓紧研究 盟主 根据我们的情报人员调查 华夏国一个叫方石榴的小子很可疑 他经常大量购买一些军火和物资 其中就包括这张画里的东西 看来关键就在他身上 是的盟主 要不我们解决掉他 这样我们就不会落后于华夏国 但在解决他之前 必须先把他身上的秘密套出来 我刚给爷爷传完物资回到家 后脚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 打开门发现来人竟然是寝室老四沈臣的父亲 沈叔叔 您怎么过来了 小方同学 抱歉打扰你 沈臣在你这里吗 不在啊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最近两天一直没见到他人 打电话也没人见 今天居然直接关机了 沈叔叔 你先别着急 进来说 又为 老四失踪了 你赶紧查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好的 苏又为急忙转身回了卧室 五分钟后 他就跑了出来 我查到了 根据沈臣手机的最后定位 是在郊外的一家废弃工厂内 废弃工厂 难道老四是被绑架了 沈臣他会不会以警 沈叔叔 你先别急 你回想一下 你在生意上有没有结什么仇价 商场如战场 有一些矛盾很正常 但还不至于干出这样的事情吧 能与我沈静山结仇的人身家也都不低 他们何必冒那个险 沈叔叔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天河集团在碳基芯片上有了突破 而我有天河集团80%的股份 前段时间东营国的三井财团 想购买我那些股份 被我拒绝了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很有可能 东营人干出这样的事不奇怪 沈叔叔 你先回家里等消息吧 我去一趟 千方 你一个人行吗 要不我报警吧 沈叔叔你放心好了 收拾小日子我最在行了 出了门 我直接开启了隐身家顺义 没多久 我就来到了这家废弃工厂外 我开启透视 扫描了一圈厂房 发现里面并没有人 老四难道已经被转移走了 不管了 先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我隐身进入了工厂 在里面仔细搜索了一番 发现车间内空荡荡的 啥也没有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突然听到弟弟有人声传出 主任 咱们现在就要动手吗 如果把沈臣弄死了 沈经商肯定不会乖乖交出股份 我急忙开启透视看向弟弟 弟弟居然隐藏着一个 不小的生化实验室 而沈臣被结结实实地 绑在实验台上 你们想干什么 停下 我爸有钱 我让我爸给你们赎金 小子 要怪就怪你倒霉 我最近刚有了个新发现 需要尽快验证 而你正好用来做我的实验体 只要实验成功 以后整个华夏国 都将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你不要过来 你们快停下来 还好及时赶到 否则后果不可想象 我的身影瞬间消失 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到了实验室里面 我笑呵呵地望着沈臣 三哥 亲爱的三哥 快救我 你是谁 乖来人 外面立刻冲进来的两个先天高手 我手一挥 两柄手术刀就轻松放倒了他们 说说吧 这是什么东西 你敢背叛家主 背叛东云国 你知道后果的 国子 说 我也是华夏人 求你放过我 我也是被迫的 我们这里研究的是一种 针对华夏人的奴迹 奴迹 这种奴迹的效果是让人听话 是使用来自于一世界的灵物之城的 已经研制成功了 应该成功了 所以主任忍不住先拿沈臣做实验 你大意的 将局 我给你个位置 你多带点人过来 我这里发现了一个东云国的秘密神话实验室 将局 根据他们的研究资料 奴迹确实有那样的效果 奴迹怎么使用的 谁给注射的奴迹 注射之后就会听命于那个人 听方十六说 这人是华夏人 那就在他身上试试效果吧 好的局长 不要 不要 短短几秒钟后 原本还在拼命挣扎的人 瞬间变得温顺谦 你学起生狗叫听听 汪汪汪汪 好霸道的效果 如果被大批量制造出来 对华夏来说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你们继续研究 我得回一趟帝都 向大统领汇报 今晚是联络爷爷的日子 我打算让爷爷正式和苏又威见一面 十六 大晚上的 怎么突然带我来仓库了 咦 这里怎么有这么多坦克 嘿嘿 等会你就知道了 今天要带你见一个人 说着 我从空间中把镜子取了出来 诶 你拿个镜子干嘛 又威也在呀 十六 这位老爷爷是谁 为什么会在镜子里 又威 这位是我的亲爷爷 他穿越到了一届 一年前得到了一件宝物 才联络到了我 爷 爷爷 您好 我是苏又威 又威 十六这臭小子没有欺负你吧 如果他欺负你 爷爷以后教训他 爷爷 没有呢 十六对我很好的 好好 又威 爷爷给你一件礼物 说到这爷爷手中出现了一块玉佩 去 又威 这梅玉佩虽然不是特别强大的宝物 但它能够抵挡宗师级别的攻击 保护你的安全 等以后联络更加方便 爷爷再给你更好的东西 谢谢爷爷 又威 你先到一旁休息 我把坦克给爷爷传过去 嗯 爷爷这次我又给你准备了六百辆坦克 乖孙你那边还好吧 还好 接着我把东英国研究奴迹的事说了一遍 等爷爷能派人过去了 再好好地教训他们 地盘不大野心倒是不小 乖孙 这次就不给你什么东西了 爷爷的防止黑虎帝国偷袭 三天后联络你 十六 看爷爷的穿着 他难道是将军 嘿嘿 爷爷的身份先不和你说 保持点神秘感 以后我们去一届还能有点惊喜 嗯 陛下黑虎国抓了我们许多百姓 还把他们囚禁在城内 台积炮咱们不好使用 嗯 朕已有准备 出来 看那是什么 快去禀告陛下 没多久黑虎国皇帝赶到了城墙上 这什么鬼东西 陛下 这些东西看着唬人 应该不能对我们造成太大威胁 嗯 立刻派人出去 给阵毁了他们 是 怎么回事 这东西防御力怎么这么强 钢铁怪兽 这肯定又是方海从一世界得到的东西 目标城墙附近 开跑 不好 陛下您快处理 数百枚炮弹呼啸着冲向了城墙 骗着间 高尴的城墙就被炸得千疮百孔 陛下 敌军喊话 如果我们不放人 破城之后 他们将有可能屠城 屠 屠城 陛下 陈建议与他们何谈 释放人质 派人去何谈吧 为了天下百姓 朕就任他这一回 是陛下 方海 朕必报此仇 代谢陛下救命 大家免礼平身 只要朕在 神龙帝国的子民 就不容任何人欺凌 盟主 最近华夏国心 推出了一种蓝灵药剂 靠着他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居可靠消息 是利用方十六 从异界得到的一种蓝灵草 研制出来的 看来不能再等了 立即进行人体传送 可是盟主 根据之前的试验 人传过去活不了多久啊 管不了那么多了 陛下 传送通道开启了 对面过来了一个人 经过一番沟通 八七五帝总算是明白了地球的情况 地球 密誉国 科技文明 原来神龙帝国的实力之所以 突然飙升 就是得到这个异世界的强大武器 如果我们血影帝国 也能得到这些武器 就可以完全不惧神龙帝国了 哈哈哈哈 另一边 一大早 江万臣便急匆匆地找到了我 小方 据我刚得到的情报 米国已经跟异世界的某个国家取得了联系 可能会对于你合作的国家产生威胁 江局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我合作的国家在一届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再加上前面积累的优势 就算米国能把许多东西传过去 他们也没有多少胜算 当真 这可不能开玩笑 异世界的争锋也关系到我们整个华夏的国运 你就放心吧 对了江局 我打算再去一趟米国 你过去做什么 你可别乱来啊 我只是暗中过去看看 搞清楚他们联络的是什么事例 我不会乱来的 什么时候去 事不宜迟 就现在 我隐身进入了米国的秘密基地内 发现他们正准备开启空间通道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启动灵学通道 是 盟主 没多久灵学通道开启 一个身着古装的男子出现在机器内 我 景穆泽 来自于神武大都伟大的血英帝国 血英帝国 我正了正 我看过异世界的地图 血英帝国在神龙帝国东边 两国隔海相望 看来神龙帝国的海军 得赶紧发展发展了 景穆泽先生 我是米国进化者联盟盟主约瑟夫 感谢你的到来 请代我们向血英帝国皇帝致以诚致问候 嗯 坦克 砍击炮 炸弹什么的 希望你们能多准备些 我们血英帝国实力越强 对你们也更有利 景穆泽先生 我们米国的实力你放心 你说的这些东西 这边仓库里面都有不少 但问题是目前无法大量传送 约瑟夫盟主 这个不急 可以先传送一小部分过去测试以下 我回去之后 也会先传一些蓝绫草过来 给你们研究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开始测试吧 是 陛下 一个士兵举起一只手枪 后动扳机 清脆的声音响起 但子弹并未激发 测试步枪 很快步枪开始测试 结果一样 步枪也无法射击 测试迫击炮 不出所料 迫击炮也是没有任何反应 最后是无人机 无人机倒是催了起来 但头下的炸弹却没有爆炸 该死 陛下 这里面肯定还有玄机 是我们没有弄清楚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里面 填装火药的问题 继续说 如果我猜测没错 神龙帝国的迫击炮炮弹 急速炸弹等 应该是使用了行刑火药 立刻去战斗区域 在爆炸过的地方 取一些土壤 给米国传过去 是 小方 目前蓝灵药剂销售额 达到了1200亿 你的那三成 400亿已经打到你账上了 加上你原来的钱 你卡上得有500亿了吧 差不多吧 500亿听上去多 但如果要买一些好东西 这钱也不净化呀 500亿还不净化 小方你还想买什么 战斗机你都可以买几十架了 那战舰呢 将军你看能搞到吗 太先进的恐怕不太好弄 不用太先进 实在不行 退役的也可以 那没问题 我等会就向上面申请 你准备要多少 先买个十艘吧 多配些炮弹 嗯 好呢 拐孙 你这是在哪呢 嘿嘿 爷爷 我现在在海上 准备给你送点好东西 爷爷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很好 黑虎波已经彻底投降了 爷爷果然厉害 拐孙 你给爷爷准备了啥好东西啊 是这样的 我最近去了一趟米国 发现他们已经与血鹰帝国打成了合作 我知道血鹰帝国水师厉害 所以给爷爷买了十艘军舰 以备不时之需 哦 哈哈 爷爷正好需要 最近血鹰帝国蠢蠢欲动 是时候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了 嗯 爷爷 现在我就把战舰和潜艇给你传过去 我指挥着小船推着巨大的镜子缓缓前进 当镜子接触到战舰的一刹呢 一股巨大的吸力瞬间将战舰给吸了进去 没多久 所有战舰都传了过去 爷爷 没有问题吧 能有什么问题 一切正常 乖孙 爷爷得赶紧回去研究这些战舰 五天后再联系你 八旗陛下 我们给你的条件已经很不错了 黑虎帝国如果多充一段时间 我们或许就与他们结盟了 八旗五帝盯着面前的盟约 盟约中写道 如果他们帮助突救帝国攻打神龙帝国 到时血鹰帝国就能分到神龙帝国五分之一的国土 我同意 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做 陛下明智 你们血鹰帝国虽然实力比不上神龙帝国 但你们的水师可是十五大陆当之无愧的第一 神龙帝国的水师在你们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那是自然 你们血鹰帝国只需把神龙帝国的水师给消灭就行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突救帝国 没问题 将士们 此战 就让神龙帝国知道我们血鹰帝国的厉害 望诸君奋勇杀提 摧毁神龙帝国的水师 出发 一艘艘战船缓缓开动 向着神龙帝国的港口驶去 将士们 此战我们血鹰帝国必胜 到时神龙帝国的土地 财富和女人都是我们的 听到这话 一众血鹰帝国的士兵都是兴奋不已 可还没高兴多久 眼前出现的一幕就彻底把他们给惊呆了 看 那是什么 此物像是船 可怎么如此巨大 难道是神龙帝国的战船 不好 随着几声剧烈的爆炸响起 血鹰帝国的战船已经乱成了一团 攻腾大人 他们的速度比我们快许多 不要多久他们就能追上我们 该死 神龙帝国到底从哪里弄来的这些巨箭 撤 所有战船 立刻撤退 血鹰帝国的战船迅速掉头逃离 两支舰队此时的距离还很远 正常情况这个距离是能逃掉的 但奈何追击他们的是现代战舰 十艘战舰马力全开 不断加速 很快就追上了血鹰帝国的战船 尔兵立刻投降 否则全部解灭 该死 弓箭手准备 给我狠狠的射击 我就不信了 他们的防御也那么强 顿时 无数只尊使像雨点般射向神龙帝国的战舰 可这看似毁灭性的攻击 最刚才打造的战舰来说 却和恼痒无异 一阵疯狂的射击过后 战舰完好无损 甚至连快七都没掉 速度快 攻击强 防御也强 神龙帝国这些战舰还真是可怕 许多人都绝望了 这还怎么打 无奈之下 最后仅存的几艘战船 只能悬挂白旗投降 盟主 根据血鹰帝国传送过来的土壤样本 检测结果显示里面含有CL20炸药残留 难道说普通炸药在异世界无效 但CL20炸药可以 应该是这样 我们刚查到了一条重要信息 防石榴一直在大量购买CL20炸药 知道问题所在就好办了 很快 血鹰帝国就又收到了一门迫击炮 以及几枚特制炮弹 开始吧 随着一声令下 矮击炮成功射了出去 陛下 成功了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陛下 有急事禀告 慌慌张张的 像什么样子 陛下 我们的舰队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们袭击神龙帝国广口失败 神龙帝国突然冒出了十艘钢铁巨舰 我们的舰队被打得全军覆没了 什么 用我传送的十艘战舰 轻松击溃血鹰帝国的水师 成功拿下了血鹰帝国 而他的盟国突救帝国坐不住 五十万大军清朝而出 是要帮助血鹰帝国夺回城池 爷爷 今天你的神情看起来似乎有些凝重 是那十艘军舰出什么问题了吗 军舰很不错 血鹰帝国的水师直接被打得全军覆没 我们也趁势拿下了血鹰帝国 只是突救帝国突然向我们宣战 出动五十万精锐大军攻城 而我们的守军目前只有一万 援军还没赶到 城池恐怕会失手 听到这 我松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爷爷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好东西 重击枪装甲车好家伙 乖孙这些你都是从哪里弄来的 在一届能使用吗 嘿嘿没问题的 但要是我专门花个大价钱特制的 绝对好使 乖孙你真是爷爷的复兴 有了这些家伙 他突救帝国就是再来百万大军都不拒 陛下突救帝国五十万大军已经陆续抵达 估计不日便会攻城 我军只有一万恐怕很难守住 看把你击的出来 陛下这些又是何物 当然是宝物 此乃守成利器 有了他 就算百万大军都休想靠近城池半部 传令下去 把这些重机枪都架到城墙上 然后找些机灵的士兵 教会他们如何使用 是 将军 据探子来报 陈内守军只有万余人 真乃天助我也 今天就让神龙帝国的人知道我们突救帝国的厉害 传令下去 立刻攻城 是 急促的战鼓声响起 突救帝国数十万士兵分毫地冲向前方 给我打 狠狠地打 看着突天盖地飞过来的子弹 突救帝国士兵眼中都露出了惊苦之色 该死 这又是什么武器 为何威力如此强大 眼见士兵成片成片地倒下 突救帝国的将领目自欲裂 将军失算了 这个情况强攻只怕很难取胜 要不先撤退吧 保住实力要紧 传令 明金收兵 是 想跑 哪有那么容易 传令打开城门 装甲车全力追击 一辆辆装甲车迅速从城里杀了人 很快就追上逃跑的敌军 机箱手对着敌军就是一阵疯狂的扫射 一个十分过后 侥幸存活的一小队残兵终于逃到了十几里外 伤忙情况如何 我们目前还有多少兵马 将军 情况很不好 若 我们现在只剩三万余人 什么 完了 全忙了 他只感觉脑瓜子嗡嗡的 攻城才多久时间 五十万金锐居然全都折了进去 乖孙 爷爷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很好 血因帝国被灭 突救帝国也已经被彻底打残 爷爷 这么说 在一届已经没有任何国家能威胁到神农帝国了 可以这么说 你和又微准备一下 两天后就过来吧 爷爷 怎么这么着急 爷爷是大老粗做个将军还行 可让我做皇帝那就是折磨 你赶紧过来 爷爷把皇位传给你 也算是解脱了 经过一番简单的准备之后 我和苏又微换上古装 穿过镜子 第一次踏入了一届 哇 好雄伟的宫殿 乖孙 感觉怎么样 很奇怪的感觉 这里的建筑和华夏古代很相似 但和华夏古代相比 这边的建筑显得更加的辉鸿大气 这是自然 毕竟现在的神龙帝国 无论是国立还是疆域 都不是华夏古代能够相比的 对了爷爷 现在的神龙帝国 国土面积有多大 目前加上刚刚拿下的血鹰帝国 神龙帝国的国土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上 好家伙 这都快赶上我们地球上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总面积了 乖孙又威 这就是爷爷为你们打下的江山 以后整个神龙帝国都是属于你们的 爷爷 让我缓缓 一时之间我还有点适应不了 不急 慢慢来就是了 嗯 爷爷 突旧帝国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嗯 自从上次被我们打残之后 他们现在有想要和谈的意思 乖孙 你觉得给他们开什么样的条件合适 突旧帝国不是自称世界不快吗 喜欢在各个国家驻军建造基地 那我们就没收他们所有的军事基地 并且在他们国内驻军 也让他们常常被驻军的滋味 哈哈 乖孙你这招构毒 简直瞎人诛心啊 行 就按你说的办 干脆你去和他们谈吧 好的爷爷 方殿下 是你主持和谈 不错 不过我纠正你一下 不是和谈 是签署投降协议 你叫什么 报上名来 我是突旧帝国大皇子 亚尔曼 方殿下 我们可还没有战败 如今我们是为了两国和平 才过来谈判 方殿下这样说 莫非是想爆发世界大战 杨大人 他们不是过来签署投降协议吗 既然不是那还谈什么 让军队杀入突旧帝国 图光他们的皇室 扶持傀儡皇帝统治突旧帝国 不就可以了 殿下 我也以为他们是来签署投降协议的 看来是我们误会了 那就算了吧 咱们走 方 方殿下 我们是来签署投降协议的 亚尔曼 你改变得挺快啊 我以为你会更运气一点点 杨大人 把东西给他们 杨大人把一碟写好的池给了他们 零零总总一共有五六十条 赔款驻军样样不少 突旧帝国不但要听从神龙帝国的领导 每年还必须朝贡 方殿下 这不可能 这样的吃入条约 我们绝对不可能签 不签就灭国 皇族士族 接斩 给你们五分钟考虑 方殿下 你这是不是太霸道了 我们突旧帝国 好歹也是超级帝国 可不是好惹的 霸道 你们和血印帝国组成联军杀向我们神龙帝国 最后说我们神龙帝国霸道 明白了 你们看来想选择战争 其实我也想这样选择 一场灭国战争能给我带来威望 方殿下息怒 这其中的一些条款 能不能稍微改一下 这上面写的一个字都不能改 你们接受就接受 不接受就回去等着灭国 小殿下 我们先 十六 明天就是登基大典了 过后你就是这天下之主了 开心吗 开心 但相比之下 你马上就要成为我的皇后 更让我开心 哼 讨厌 陛下圣旨 储君方十六 德才皆北 诸神龙帝国一统天下 功高盖世 必能克成大统 着际镇登基 及皇帝位 孙儿多谢爷爷传位 必不负爷爷所托 不负国家和百姓 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众卿平身 镇纪委 愿山何无恙 国泰民安